见到过一期多数智的家庭吗 这两兄弟遵照家族的传统名取了同一个女子为妻 这样的事情在西藏大贵族已是传统 为的是家族长久延续和内部的稳定 20世纪30年代的西藏 十三世达赖喇嘛元祭以后 西藏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权力更别 实力最强的分别是德勒家族人亲家族雍丹家族 以他们三大家族为代表占据主位 现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元祭按照章程由众人选举以为摄政 主持日后西藏地区的大小事务直到找到新的达赖 德勒嘎伦提议由十三世达赖的士官长监瑟出任 他深得前世达赖佛爷的信任能力出众 由他出任摄政职位既能安抚民众让政府的工作正常展开 又能再找到达赖转世灵同前平稳地度过权力的耕耳 人亲嘎伦痴迷于权力早就蓄谋已久 先是找到尖色的缺点 然后把达赖的死因归咎于他 声称是他有意谋害达赖佛爷 随后自己又把自己早就准备好的摄政人选推出 如此一来他就顺理成章地掌控了摄政职位 我想有一个候选人最合适 他就是热震佛佛 德勒嘎伦此时才意识到 推举热震佛佛当政才是人心真正的目的 此前他的所有动作都是障眼法 只是一招生动机析的妙棋 热震佛佛是一位年仅21岁的佛佛 他远在临州中的热震寺 人不在拉萨 对拉萨政界很陌生 既没有人脉根基 又缺乏政治经验 有这样一位年轻的僧侣之争 人心一国非常容易操纵他 权力最终还是落在人心的手里 怎么办 没有办法 一切为时已晚 拿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 人心嘎伦向反对自己的德勒嘎伦下手 德勒嘎伦不仅在朝堂上败给了人心嘎伦 自己又不幸染上了伤害 人心嘎伦利用权力把控了拉萨城内所有的药物 原本患病的身体陷在血上加霜 人心此举的目的就是要置得乐嘎伦于死地 他死了就剩下一个儿子事情就好干多了 在西藏有个规矩家里没有了男子 政府有权力从别的家庭挑选一位男子入住 这样人心嘎伦就能名正言顺推荐自己的儿子 如此一来德勒家族算是名存是亡 另一边德勒嘎伦的儿子 齐美杰布正在带领自家的商队返回拉萨 他还不知道自己的老爹德勒嘎伦身陷权力的争斗已经失败 他的处境每走一步都可能万劫不足 人心嘎伦为了得到德勒府的一切 已经把魔爪慢慢向他伸来 人心安排人员在齐美杰布进入拉萨的必经之地向他动手 政治斗争历来是你死我活 齐美杰布作为德勒家族唯一的男丁就这样消失了 德勒嘎伦孱弱的身体在伤寒的折磨下摇摇欲坠 有病无疑很可怕更可怕的是他的忧虑 眼见自己的儿子迟迟不归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在河边找寻几天不见尸体伤队众人束手不测 管家急得团团转不知道该如何回去赴免 这时下人来报在不远处发现了齐美杰布 几人赶过去才发现并不是少年 男子是个喇嘛叫扎西顿珠 一个生于西藏大贵族一个基本是穷流西藏 但他的相貌跟齐美杰不可谓极其相似 想着回去能交差的想法才有了绑架扎西顿珠的想法 另一边雍丹大少爷 沾堆跟妻子一起来看望姐姐刺得及 经过了解才知道德勒嘎伦疾病缠身 他的丈夫齐美杰布外出带伤队至今未回德勒府人心惶惶 回去之后沾堆跟弟弟吐登格勒说了德勒府的情况 他分析德勒嘎伦跟人亲嘎伦斗争失败 人亲嘎伦利用手中的权力欲对德勒府发难 不过现在一切都只是猜测既然两家是联姻 必定是共同进退德勒府有难拥丹府不会做事不可 原来吐登两兄弟遵照父母的意愿依照西藏传统的媳妇 迎娶了日喀泽大贵族的女儿央金卓嘎 组成了一七多夫制的家庭为的是家族的稳定与长久发展 阿比 今天是你睡成吧 得哥睡成吧 我和卓嘎 朝佛的这些日子天天在一起 轮也轮到你了 来来来来 快去快去 大哥 去吧去吧 我睡正房 去去去 来哥咱俩修 遵照父母之命 土灯战堆和土灯格勒两兄弟 娶了日喀泽大贵族的女儿央金卓嘎 组成了一七多夫制的家庭 另一边管家旺秋带回了 其美节不遇习失踪的消息 德勒斗现在是危机四伏德勒嘎伦知道自己彻底失败了 自己的身体一日不一日儿子又遭人陷害 除了自己德勒斗在无难四这正是人亲嘎伦想要的节目 为此德勒嘎伦不惜现在就要招一个男子动作 也不能让人亲老费趁虚而入 眼看德勒嘎伦无计可视管家旺秋把扎西顿珠带上来 看着眼前既熟悉又陌生的男子德勒嘎伦和刺德计荒的事 为了让扎西做替身帮助德勒斗德勒嘎伦开出了天价 帮德勒斗过危机愿意拿出一半的钱财分给他 扎西出奇地拒绝了他用他的话说自己一心向佛无心钱财 眼见扎西不为所动德勒嘎伦直言现在给他两条路 要不留在德勒斗帮助自己要不让他永远消失 结果就是意志坚定的扎西被德勒嘎伦投入了地牢 在地牢中扎西第一次真实看到大贵不见的残忍思雅 赤裸裸的威胁毫无情面可言 不是你死就是我 人亲嘎伦的儿子洛桑直接带人上了闹事 借着闹事的名义来验证奇美劫步的死 在一通打杂之后还是不见奇美劫步出来 洛桑似乎明白了什么德勒斗就快完了 这个时候怒不可遏的德勒嘎伦站了出来 颤巍巍地端起猎枪一枪命中一根闹事奴苦 这一枪也差不多要了他的性命成为压死洛桑的最后一本道法 人亲嘎伦听到德勒嘎伦生死的消息没有幸灾乐乎 反而是一脸的平静对于他而言德勒嘎伦跟自己一样 都是拉萨的大贵族只是政治立场不同 这句话也道出了德勒嘎伦去世的关键 越是坚韧的物品越是容易折断 人路漫漫很多事情要学会看 但否则吃亏的可能是自己 人亲嘎伦眼看时机已到是时候把德勒武占为牛 召集自己的亲信开始布置并分配德勒夫财产 这天大街上突然乱哄哄的钢球进来禀告次德纪才知道 德勒嘎伦生死艰涩没了有力的支持者 被人亲嘎伦抄家逐出了拉萨发配道边缘地区作品 次德纪多日来的坠坠不安听到艰涩被流泛的消息 他反而释怀了知道德勒夫的风靡要来 次德纪找来妹妹卓嘎像是安排后世一般向他主抚各种事情 不仅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他 还把德勒夫的房产地契全部交流 卓嘎似乎明白了什么言辞拒绝以后他共进退 毕竟他代表队的是拥甘家族 次德纪决心即便是同归于静也绝不让人亲得偿 说话间人亲的儿子洛桑就带着人马出现在德勒夫 说话语气不仅轻浮还当众表示自己想要入坠 他有这样的抵弃人亲已经通过自己的权力求得了政府公喊 为是德勒家族发扬光大 卓利 人亲洛桑群陪入坠德勒府 德勒此人得吉 将于德勒嘎伦七七之后正式改嫁 而等对上述指令不得为之 特发此令 看着对方小人得志的嘴脸次德吉命运生死也不愿遭受污辱 眼看洛桑就要行凶成功起美节不突然出现震惊了所有人 便有了开头的一幕洛桑精心策划布局安排手下再三确 现在告诉他七美节不没死他愤怒 当 七美节不早就回到府里 呼蹦乱跳的 你们敢说他掉进了河里面 你们长得什么眼睛 什么眼睛 你们让我在德勒府 丢了大脸 我要把你们一个个的狗眼珠都抠出来 扔在地上 当炮彩 刚出现的不是奇美节骨而是揽了扎西顿珠 事情要从扎西顿珠没关进地牢说起 德勒嘎伦绅士以后善良的刺德吉不紧放了 还是为他准备了足够的排队 这几天他见证了人亲的残忍手段 看到了跟德勒府关系亲近的尖色被揉了 为了抓住两个刺杀的刺客不惜全程搜 找了两个替身当众躲掉了大腿可谓残忍至极 最后遇到自己的上师多吉林佛佛 看到他手中的两面菩萨像告诉虽然一面是愤怒下 一面是慈悲像虽然有两幅面团 但其实是一个菩萨 并且告诉扎西他也会有两幅面团 迷糊的扎西不明白佛佛的记忆含义是什么 多吉林佛佛告诉他他马上就要变成另外一个人 还会拯救无数遭受磨难的人 致根之底忠心可靠 最关键是不在乎身份贵贱 这几个条件一综合癞蛤蟆望秋女就差说让自得及选你了 原来你左右看扎西喇嘛不顺眼是嫌弃他爱着你入坠了 只是次得及连正眼都不待看他一眼 为了守住这份他认为早晚是自己的德勒夫 遵照次得及的安排他让钢珠带着商队的几个人 到偏远的龙庄暂避风头以免扎西的假身份泄露 只是看似好心的安排望秋在私下做了变动 钢珠还好心的给接待人员递送钱财和书信 殊不知自己一行人被卖了还在给人送钱呢 汉丝热情的招待被地里去暗藏杀机 负责招待的一行人各怀鬼贪污入寻光 钢珠他们还在欢声笑语在歌赞 好心的钢珠发现一名奴仆身患重疾 眼看着性命不保都是朝夕相处的兄弟 说着不顾女子的阻拦坚持要去传闻当中 也是他的这一善举帮助他跑过一几 钢珠前脚刚走一众奴仆开始身体不适 不多久便一一毕命即便有个别的漏网之日 也惨死在两个恶毒女子的铁棒之下 这一切被恰好赶回的钢珠看待眼泪 他既恐惧又失望看着这么多兄弟惨死担心自己的安危 对刺德吉和扎西顿珠失望透顶认为是他们下的命 殊不知这一切都是管家旺秋私自做的主 背后的始作俑者却在德勒府作为作主 只是一个不注意就要体罚女朋友 行 今天不抽了 今天饭也别吃了 省得吃多了压得你腿吧 另一边有爱心的扎西顿珠 为刺德吉的女儿兰泽扎了一个风筝 并安排旺秋带着她游玩对小孩子来说没有比这更开心的 不知道怎么回是风筝意外被挂到树枝里 旺秋只顾着剪曲却忽略了兰泽 自顾自玩的兰泽遇到了一个正在挨打 看着眼前天使般的小女孩这个叫强疤的奴仆 很是受宠过精 之前都是被打哪有被这样温柔对待 突然一匹受惊的马屁朝着兰泽横冲直撞 远处的旺秋看到只能高喊让兰泽多开 可是一个小女孩哪经历过这般凶行 说实时那十块强疤不顾自身安危一个跳舞 用自己残破不堪的身去布下了金贵的兰泽 惊魂未定的刺德级迅速检查着兰泽是否受伤 而旺秋之时才姗姗来迟为自己找的借口 如果是自己的女儿旺秋会离开找风筝 这个问题做妇女的都能想到旺秋不少 她的眼里最重要的不是兰泽第一位是风筝 她认为作为一个下人的等分是主人要是做给什么 在遭受了刺德级的惩罚以来 旺秋转身就来找扎西棍竹出起 在她认为这一切不是自己的错误 你说你干的什么不好 你扎什么风筝 你差点害了我们家小姐的命 为了你这破风筝 我爱了少奶奶两大嘴巴 而且钥匙有干 好你个烟驴 你居然敢扎我你 够东西 你好什么好 你告诉我 如果小姐被马给伤了 我要了你的狗命 直到现在她都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她更恨的是这个无名小跟冒充少爷 还敢指示她这个贵族管家 有扎西顿珠一日望秋在德勒府一日过安宇 仇恨的种子在望秋的内心逐渐发芽 在这等级森严的西藏男子身为贵族可以肆意妄为 在他们的眼里毫无人权可言 扎西顿珠身在其中早已习以为常 他能做的就是不让自己堕落 这天雍丹家族两兄弟来德勒府串门 央精卓嘎对扎西很是好奇不断围绕着他查看 因为人亲家族在拉萨散播他这个少爷是冒牌货 可是卓嘎前前后后看遍了也没发现扎西的异样 也就是说扎西装扮的德勒府少爷已经瞒过了大多数人 至于这少数人 土登格勒就是其中之一 他是个心思缜密沉稳持重有眼光的人 可以说雍丹家族能有今天全靠他出力 为了验证扎西的真实身份他提出去打猎 因为喇嘛是不杀生的 他原以为扎西不敢答应 没想到他不顾此德籍的阻拦欣然答应两人一同前往 此德籍满是疑惑的询问扎西答应的原因 毕竟身为警察的土登格勒可不是普通人 扎西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如果自己能瞒过土登格勒 其他人更不在话下 即使身份败露从他们两家亲密的关系来说 土登格勒也会帮助自己反而更有利 猎场上扎西对待打猎的认真态度 以及他故意放走猎物间接证明了土登格勒的猜想 他并没有拆穿可能是好奇也可能是佩服扎西的智慧 中场休息时间扎西和土登格勒看到两个放羊的女子 说着就要向他们要两碗羊奶喝 扎西顿珠是真的要喝羊奶 可是土登格勒就另有想法了 只见他蛮横的挑选了一名女子强势如走 这才有了开头的一幕身为贵族可以为所欲为 底层的人民只能默默承受毫无防抗之力 扎西顿珠休息的时间恰巧一个衣衫蓝绿的男子来要饭 闻声望去发现是送伤队成员去农庄的缸柱 万寻才知道一行识人除了他幸免于难其于人全部遇害 扎西第一猜测就是次德级的想法 为了他的身份不被泄露牺牲十个人的性命 这种丧心病狂的举动让扎西不能忍受 他怒气冲冲的回到德勒府质问次德级为什么如此狠毒 一番争吵才发现是望丘斯自作主杀了他们 面对扎西近虎疯狂的逼迫次德级的一番话道出了他的无奈 你以为我愿意这样没为了弄弄他 在这个院子里我整天提心吊胆 屋子里面我带哄着你这头毛驢子 屋子外面我还得安抚那种臭声 我这心头扎了一百根钢针 可是在仆人面前呢 我要装的没事人一样 你知不知道 最侥幸的人是我 我不是也跟你在演戏吗 可以说他现在真的是孤儿寡母 除了他这个替身少爷整个德勒府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 望丘的丑个嘴脸他一清二楚 不仅不能惩罚他还要继续用它 不光是要他支撑德勒府 更重要的是他这么做也是为了保全大家 简直是魔鬼妙言两人的谈话被望丘一一探听 这天赐德级像往常一样交扎戏顿珠西藏贵族的各种礼 熟记柜圈子里的人物关系 突然听到邻居的管家来借气满 原来在拉萨每年夏季都会举办一次隆重盛大的宴会 四平以上的官员轮流操办 扎西顿珠知道自己迎来了真正的考验 如果顺利地参加了宴会证明他的身份已经过关 但是稍有差错不仅他就是德勒府也会招来灭点之灾 赐德级跟扎西受邀如约参加盛宴 在明面上各贵族对他热情相待 突然德勒府的死对头人清嘎伦也如约而至 当他听到扎西在麻将桌上连连输钱 一个恶毒的计划在他心中悄然形成 原来奇美节部从小就会打麻将 可以用酷爱来形容这在整个拉萨贵族圈几乎人人皆知 扎西虽然也会打 但是手法跟奇美节部相比显然不是一个等计 于是洛桑有一组局邀请扎西顿珠打麻将并且金额巨大 扎西如果接受他的挑战很有可能输掉德勒府 他的身份也会遭受质疑 如果不接受更说明他心虚给了人清嘎伦可乘之机 四德级焦急地思索着对策并且埋怨扎西不该轻易答应 但是扎西却满怀信心 虽然不知道他如何一夜之间修炼成麻将高手 看他的表情似乎成竹在熊 第二天扎西如约而至洛桑 还请来了拉萨的相关政府人员 看驾驶他似乎吃定了扎西 今天扎西输了排局很难走出这间屋子 最初的排局如他所料扎西不断输钱 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突然扎西一句话让他的处境转为为安 有人想霸占德勒 非要把白的说成黑的 但也不至于这么晚 大家说是不是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你不明白吗 这位是谁 刺多少爷 你的表弟 这位呢 你大哥的小舅子龙色少爷 你们三家是亲戚 扎西知道借力打他知道自己不会打 可是有高手加入就不一样了 何况是人精一样的土登格勒 不管土登格勒有没有猜到扎西的假冒身份 他作为次德级的妹夫跟德勒夫关系飞起 自然不会看着扎西有奈儿袖手旁观 有了土登格勒的加入 两人相互配合让即将露现的扎西 瞬间稳操胜券也让他的身份再一次被认可 另一边德勒夫的仆人正在吐槽藏偶 原来这条凶猛的藏偶是其美睫不从小为大 陌生人很难靠近就是德勒夫的仆人也不例外 就在钢猪带着仆人干活的空隙家里的女巫被人捆绑起 既没有丢掉性命也没有损失钱财 可是其美睫步那条金贵的藏偶却不翼而回 看到扎西的奇妙智慧土登格勒忍不住拍案叫嘴 这天晚上钢猪急匆匆来报告德勒夫养的藏偶丢了 原本一件极小的事情在扎西看来是有人故意为之 他的假身份骗人容易但是要骗过极其忠心的藏偶几乎不可能 肯定是人亲格勒想要利用这条狗来揭穿他的假身份 果不其然他随后就收到了市政衙门的通知 他们抓到了一条名贵的藏偶很像德勒夫的 让他们明天亲自去 扎西想过不出面让仆人代为邻居 但是这条藏偶就过其美捷步的幸运 对他很是看重换句话说他比人命都值钱 加上又是市政衙门来的通知自己不去会有藐视政府的陷 无论他如何思索似乎都无法解开这个死局 斯德吉焦急地思索着应对办法同样毫无头绪 管家旺秋却在此时提出了逃离拉萨的想法 少奶奶 我给您备了一条后路 我把德勒夫的部分家产变卖成银元 通过英国人的邮局汇到了印度 存在德勒商队的账号里 这些钱足够 足够少奶奶您 在印度花一辈子 只是这直言片语中似乎把斯德吉当成他的 难道他是对斯德吉有什么非分之想吗 可是即便他在德勒夫待得再久 还是一个奴仆的身份 另一边扎西顿珠眼看事情到了无法阻落的局面 为了保住的性命且不连累 德勒夫收拾行李准备连夜出逃 刚出门就看到斯德吉在跟小男子玩耍 看着眼前可爱的小女孩扎西犹豫 如果他此刻离开或许能保住性命 德勒夫怎么办早晚也会被人情达伦吞鼻 随后的斯德吉的做法 让他犹豫的内心坚定下来 斯德吉看着眼前朝夕相处的扎西 为了表示多日来的谢意 他把祖传且随身携带的玉佩扎西 告诉他无论如何要保住的性命 或许在他的内心对扎西已经有了那么一丝的依赖 下定决心留下来的扎西 脑海中闪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化解明天的危机 第二天仁清嘎伦早早来到远处观望 看扎西如何被藏骚饲养 对于眼前凶狠的藏骚别人恨不得退避三手 扎西却胸有成竹让望丘尽管把狗放出来 当狗出来的那一刻扎西也是略显慌神 随即他叫来了自己从小饲养的母狗 让原本暴躁的藏骚瞬间安静下来 看来世间万物都逃不过阴阳二字 就连动物也不例外 通过这件事情 次德吉两人也发现了德勒府有命间 毕竟知道扎西真实身份的人极少 这天望丘向次德吉报告说 洛桑约他见面 征求他的意见事件还是不见难道他当次德吉是啥 借着打探的名义望丘跟洛桑如约见面 看他们俩谈话的语气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而洛桑的一句话似乎证实了望丘的真实想法 望丘 瞧你这副嘴脸 大成 你也在遍及次德吉是吗 洛桑少爷 你以为你这座宅子就能收美 原来他跟洛桑来往是喜欢刺德吉 怪不得对洛桑给的财务不动心 恐怕脏傲的丢失也是他所谓除掉爱事的诈欺 知道吗 西藏四品官员的制服都是相经的 这回扣子金灿灿的 二老爷 这些都是金字做的吧 按理说是 但是这半拆的头工脚量那也收拾了 要不你帮我咬一下试试 你坏死了 我咬了 把牙崩掉了 你赔啊 牙崩掉了 给你换颗金的 你戴金的好看 你说我都是四品大官了 我在乎几颗金扣子吗 穿上让我看看 古登格勒忍不住调坦卓嘎 也彰显了他的地位 说着就要他穿上 试试着也是庸丹家族的荣耀 就在众人开心的时候 属下前来汇报 在拉萨郊区发现了两个通缉的药犯 他安排来人带足枪械子弹准备出发 什么样的犯人 值得刚上任的土登格勒亲自出马 这天扎西在布施的时候 碰见了两个熟悉的面团 一个叫汪丹 一个叫洛丹 他们是血鱼革命会的成员 人亲嘎伦捣毁 杀害了西藏地区的多数革命会成员 两人此次前来就是为了复仇的 就在刚珠想要阻止两人的时候 洛桑跟他老爹的轿子 恰好出现给了两人可乘之机 哪料捅了半天轿子里空无一员 原来这是一个圈套位的 就是引出潜在的敌人 当他们发现这是一个陷阱的时候 为时已晚 来不及逃跑的 他们被洛桑带领的护卫恰好擒货 被擒货的汪丹和洛丹 遭到了仁亲达伦的亲自审认 但是他却命人手下留情 只是鞭打并没有致命伤 他想要引出两人的同谋 也就是扎西盾众 另一边扎西也得知 汪丹洛丹被抓的消息 刺德级了解两人所犯 不是一般的做 也就猜测到扎西的身份 飞腾一般 再三地追问下 扎西告诉了他真相 自己是革命会的成员 致力于解救众多的老苦罢 刺德级似乎并不反感他的身份 只是众人还是担心 他的身份泄露 会给德勒府带来无望之灾 因为嘎沙监狱的酷刑 你无法相信 少爷 刺沙嘎沦 肯定是辅罪 他们会不会 牵连我们德勒府啊 为了救出汪丹两人 扎西通过土登格勒的关系 买通监狱人员 并且约定了两人出逃的时间 当扎西得知 土登格勒只用了三百葬钞 就办成了事 扎西明白了事情 没有看起来这么简单 两个刺杀嘎伦的刺客 就这样被花钱放走了 扎西知道这是 仁清嘎伦的阴谋 想要引自己上网 仁清嘎伦发现扎西 并没有来救人 不禁反喜 钦佩扎西的智慧 另一边 土登格勒凭借自己 卓越的智慧 不断拉拢疏通关系 成功升任 四品官员戴本 就连衣服都是金子 做的引来着感的线 也就有了开头的 一幕官府的贵重 即彰显了他职位的重要 更说明了当时 西藏政府官员的身份 土登格勒新官上任 三把火决定 亲自出马抓不要吧 洛桑为了引出 扎西不惜 亲自护送放走汪丹落单 哪料被埋伏在半路的 土登格勒结婚 不仅没有嫁货给扎西 还把自己给搭了进去 原本信心满满的扎西 观察到仁清达伦时 从他的脸上只看到了 属于胜利者笑容 没有丝毫的慌张 这个时候仁清达伦府上 出现了三个喇叭 动情 是 放给我 放给我 沈温的众多官员 习以为常兽型男子的同伙 已经被吓得尿了裤子 可见这种酷刑 在西藏盛行已久 两名男子到底犯了 什么罪被示意重刑 洛桑为了嫁货扎西 亲自出马名义上 护送汪丹落单离开 准备借着汪丹落单 与他接头的时候抓个正着 如此既能识破 扎西假少爷的身份 又能扳倒得乐福 哪料被土灯格勒识破 诡计刚好抓到 他护送犯罪男子离开 隔天扎西就收到了 地方政府的通知 让他出席指证两名犯罪 这又是仁清达伦的 在背后捣鬼 想要在公堂之上 揭露扎西的假身份 隔天洛桑跟汪丹两人 被带上公堂 但是待遇截然不同 洛桑王好无缺 还能公然落座 但是汪丹两人典型地接下去 用仁清达伦的话 说他们是下等人士来赎罪 我选于高远 自古以来 人就分成三等九级 这是前世的因缘所决定 以前是罪孽深重 所以你今生成为一个下等人 如今你刺杀一位嘎伦 犯了剑阅之罪 王丹洛丹在开始遭受询问的时候 知道想要保护扎西 一口咬定自己的同伙就是洛桑 可他们既然同伙 就不可能刺杀人精达伦 王丹洛丹的口供显然是不成立 为了逼迫两人说出自己的同伙 拿下官员对他们是以重刑 共刑 放开我 放开我 已经被吓尿的洛丹 把他知道的事情全部说了出来 两人曾经刺杀人精达伦 失败后被一个喇叭所救 昨天还派人帮助他们 从达下监狱逃跑 这个人就是德勒府少爷扎西顿珠 随后扎西被传唤到公堂当面对峙 另一间屋子内的三名喇叭 不是别人正是扎西顿珠的师兄 他们被人精达伦请来奉为上宾 就是为了揭露他的真实身份 这也是仁清嘎伦眼见儿子 被土登格勒抓住 还镇定自若的底气所在 扎西来到公堂告诉众人 自己并没有派人出面 营救汪丹和洛丹 而这个冒充德勒府下人 出面营救汪丹洛丹的奴隐 土登格勒早已审问清楚 实际是洛丧的贴身护围 这一切完全就是仁清父子 自导自演的苦肉集 为了彻底揭露扎西的真面目 洛丧转身去请三个喇叭 这也是仁清嘎伦的底气所在 哪料刚刚还在喝茶的三人 此刻早已不知所踪 这一切似乎早有预谋一样 三个喇叭的突然离开 宣告仁清达伦 对扎西的陷害阴谋彻底失败 最后汪丹洛丹和洛丧一起 被宣判鞭打二十下 傲气的洛丧身为达伦之子 居然没有丝毫反抗 欣然接受 原来在西藏有些条文 规定贵族犯罪 可以由奴徒代为受 只是可怜了那些底层人民 不仅遭受负行生活质量 更是毫无保障 土登格勒听到以后 没有丝毫反应 似乎吸引为吵 脸上微微泛男的表情 只是觉得时间太短 思索片刻他便有了答案 牢狱中的死囚 刚好可以为他所用 突然一名侍女 被这害人的消息 惊吓过度 摔碎了能买十个 他的官瑶青花瓷 看着他心虚的样子 正在犯男的 土登格勒喜笑言开 名声极坏的娼服 这不是也有 随后土登格勒两兄弟 亲自来到监狱挑选死囚 在这里生死 只是他们的一句话 毫无人权可言 即便这人是 人亲嘎伦的亲信 弹指间就灭掉一个人 想在西藏这个贵族圈子里 生存下去 就不能当着牛糞 让人想怎么捏就怎么捏 想往哪贴就往哪贴 我们要当佛堂里的顶梁柱 只挺挺的立在那里 浑身都是力量 这样别人才看得清 随后消息传到 人亲府这样 有勇无谋的洛桑 气愤不已 用他的话说 打狗还要看主人呢 现在土登格勒 几乎当着自己的面 杀了自己的人 这是对他赤裸裸的挑衅 人亲达伦就不一样 他知道土登格勒 在报复自己 但是事情牵扯到 夏命院的众多高层 所以他非但没有丝毫愤怒 反而觉得在自己预料之内 可是洛桑就太稚嫩 只看到眼前的事情 图一时之快 人亲嘎伦的一番话 让人受益匪起 你什么时候 能从德洛少爷身上 学点东西 真宽容也好 假宽容也好 照这样子比划比划 那也是个意思 另一边扎西和次德基 回忆着自己身份 差点泄露的经历 他的身份和底细 只有极少数人 知道钢珠和旺秋 钢珠忠心耿耿为人 纯朴只剩下一个老坚俱滑的旺秋 可能是感受到危险的 扎西居然要退速想要离开 次德基似乎已经慢慢习惯了 他的存在直言要他留下 蓝泽十五六岁的时候 给他找个上门女婿 等他们可以顶门立护了 你才可以离开德洛府 蓝泽今年 才六岁那还得十年 难道你不是这么想吗 而接下来的一幕 似乎让扎西也看到了自己的内心 看着次德基与旺秋 手牵手跳舞的样子 他做了自己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他这个德勒府少爷 直接扛着次德基回屋 留下了众人傻笑而忘秋的脸上 似乎更多事的激动 回到屋中的次德基和扎西 直接动手 只是女人心海底 真扎西这个未经人士的 喇嘛立马傻眼 这喇嘛脸你也敢打 我打的就是你 干什么你 看着次德基伤心的样子 扎西有些手忙脚乱 就好的结果就是转身离开 立下了委屈的次德基 在与众人欢闹的望秋 几乎心有不甘 看着次德基留下的服饰 他还是忍不住想要上楼查 这个猥琐的男人 居然趁着次德基不注意偷看 原来他真正图谋的 不是德勒府 而是次德基 只是作为奴婆的他这种行为 无异于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就在他为满足自己猥琐的行为 沾沾自喜时 扎西的突然出现让他惊吓不误 碍事的扎西让他感到不安 望秋会铤而走险 对扎西直接下手 管家望秋肆无忌惮地鞭打着吓人 次德基对此毫无办法 只知道他越来越放肆 他告诉扎西之前 德勒嘎伦在世的时候 望秋很是卑微 原来是早上扎西对他一顿冷嘲热讽 惹得望秋不快这才有了开头的一幕 个奴才 我是伺候少奶奶的奴才 我懂规矩 少爷您请喝茶 我在给您吃点沾巴 望秋 不得无礼 少爷不像少爷的样子 让奴才怎么伺候 第二天扎西带着兰泽 去询问上学的事情 兰泽非要跟着不得已 只能带他出门 并专门带着强疤方便照 原来扎西为了能让兰泽 接受更好的教育 专门跑到英国人办的学校 为他求学 原本是值得庆贺的事情 等他出来的时候 发现强疤和兰泽都不见了 丢失兰泽的扎西心急如焚 他既希望强疤带兰泽提前回了家 事实 德洛府空无一人 刺德基木火中烧 不断责怪扎西 不多久 德洛府收到了兰泽衣服碎片 确实是绑匪绑架了兰泽 并且向他们索要一千银银 方寸大乱的刺德基 吩咐旺秋准备银两不得少 一派银银 然而扎西认为事情必有蹊跷 绑匪如果真的是为了钱 不应该挑选有强大陪伴的兰泽 更多的贵族子弟无人看过 况且兰泽的舅舅土登格勒 是拉萨城的警察高层 如此一来 不仅给交易带来极大的风景 也让他们的身份更容易抱怒 就在扎西思索事情的前因后果时 旺秋突然闯入屋中 对着他不断说 字里行间都在排斥扎西 甚至让他离开德勒夫 你轰我走是吗 不是我要轰你走 你也不想想 我们德勒夫缺你这块料吗 你还想在德勒夫赖上一辈子 扎西兰呢 我要是你 给我们少奶奶 扔了这么大的火 我就冲着大扰斯门头那块石碑 我一头撞死算了我 行了 我现在就去撞死 旺秋的这一抹笑容 意味深长难道是他绑架了兰泽 另一边在刺德级心智大乱的时候 旺秋时刻陪伴他走了 不时在他身边 煽风点火兰泽被抓都是扎西的过程 这个时候难道思考如何找到兰泽 不应该是最重要的吗 旺秋甚至告诉刺德级兰泽被绑架 完全是扎西的阴谋轨迹 他想要霸占德勒夫 想要聚为己有 绑架兰泽为的就是扰乱刺德级的心智 然后再除掉他和钢珠这样 再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只是刺德级也不是傻子 甚至当他听到扎西和一个女人来往的时候 神情更像是嗤嘴 就和这个女人那个亲热战 那关系可是非同的寻常 怎么不早说呀 少奶奶 啊 当时我想这是他们革命的党 那些什么事情跟我们德勒府没有什么厉害关系 就在旺秋以为自己的奸计得逞的时候 得到刺德级眼头 准备带领仆人把扎西捆绑为德勒夫 刺德级却告诉他要好生把扎西请回来 不得动他分毫 另一边刚珠和旺秋准备出门寻找扎西 然而旺秋却把他支开自己单独一路 刚珠寻找扎西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让他忌惮身影 那个土日头人刚珠就差点命丧他手 只是刚珠不够机敏跟丢了他 这个土日头人正在和管家旺秋私自密谋着手 看来兰泽遭到绑架还真是加肥干的 旺秋的安排下绑匪又增加了赎金 扎西告诉次德级这是好事这样证明 绑匪冲着前来的兰泽也安然无恙 可是失去理智的次德级已经听不进扎西的分析 认为他是害兰泽被绑架的罪魁祸首 甚至让扎西不要再掺火营救兰泽的行动 这些话让扎西心灰意冷觉得自己是德约府的累赘 旺秋更是趁机煽风点火让他离开 本就无心当这个贵族少爷的扎西当面想赐德级辞行 旺秋建议让扎西跟着商队到印度 过段时间在宣布其美睫部意外身亡这样看来何情何友 扎西发现在自己的队伍中有两个陌生面包 就连从小在德约府的老人刚珠也不知道 扎西告诉他需要加以低法 果不其然到了晚上所有人如睡以后 两人翘翘拿着匕首向着扎西柱的帐篷走去 对着扎西柱的床踏狠狠刺了上去 好在扎西有所准备轻易制服两名胆队 他此刻也知道了是旺秋想要置他于死地 一个天衣无缝的反击计划在他脑海中形成 借着夜色的掩护他悄悄返回拉萨城找到土耕格 告诉他劫持兰泽的幕后黑手正是旺秋两人一番合计准备带不他 另一边赶走了扎西的旺秋开始得意忘卿 仗着在德约府的地位 在次德级的房间表现着他那畸形的爱情 感受着次德级身上残留的香水位让人知乎一些 幻想着自己成为德勒府男主人以后和次德级温同化 现在他面对次德级命令无动于衷 甚至当面让次德级难堪 让扎西和钢筑都回来 少奶奶 这人都走了 把他们叫回来干什么 拦则被劫 少爷这个时候去印度 传出去 让人起疑 不找什么的 可扎西留在府上 也是自己唬自己 您忘了马飞的心上是这么说的 要不是这个扎西拉妈乱出搜主意 我们至于现在这么被动 还在那处着 少奶奶 您不是真把他当成少爷了吧 哪来那么多魂话 第二天望秋按照自己预先安排的环节 告诉次德级绑匪来信 让他们交钱准备熟人并且不准报警 毫无主心骨的刺德级只能乖乖准备钱财 跟着望秋一步一步走入他设计的拳头 殊不知这一切都在土灯格勒的监视之下 就在他们等待绑匪来拿钱熟人的时候 狡猾的望秋发现了埋伏在暗处的警察 担心事情败露的他主动提出自己单独拿钱去换回兰泽 看到兰泽那一刻他还假惺惺的作戏给兰泽看了 随后假意跟绑匪拉扯在一起 实际让他们赶紧逃走 自己留下来店后一转身他就变了 向毫无防备的警银绑匪果断开枪 原来他主动提出自己交换赎金救兰泽 实际为了杀人灭口 以免绑匪落入土灯格勒手中 现在他不仅救出兰泽 还团灭了绑匪赐德级肯定对他刮目相抗 所以才有了开头的一幕 他沾沾自喜得意忘形 妄想着得到赐德级的爱意自己入坠得乐 殊不知这一切都在扎西的掌控之中 我入坠之后在您面前 我永远是您的奴才 您永远是我的主子 我们两个相亲又相爱 就像苏油和清茶融在一起 浓香扑鼻 美味悠长 你再加点盐吧 把我给喝了多了 志得意满的望秋对赐德级吐露 自己藏在心底多年的爱 表示自己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 在西藏贵族中管家入坠 已经有了先例 婚后的生活很是圆满 志得级越听越发觉的恶心当场揭露了他的罪行 背着他私下安排人处死了跟其美节不经伤的苦人 在志得级危难之际往他在印度的私人账户坟前 更过分的他丧心病狂安排人绑架拦责 眼看他还在狡辩志得级拿出所有真相让他死心 看着眼前活生生的扎西望秋仿促看见鬼魂一样 扎西告诉他自己已经知晓一切劝他早日认罪 侥幸存活的强疤及时出现当面指证他丧心病狂绑架小姐 随后扎西把抓到的两个刺客带过来 两人一口咬定刺杀扎西和绑架兰泽都是管家指使 眼看所有的矛头都指向自己望秋一把抢过匕首准备自杀 临死前他把自己多年的委屈和心里话一表 少奶奶我生在德罗佛养在德罗佛我阿爸教我刚活那年我才六岁 我从小到大整天没日没夜的干净的干净 少奶奶我图个什么我指望什么 你给我一个好脸我能够高兴的睡着了半夜都能消醒 我比看门的母狗睡得晚比大名的鸡还成熟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望秋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望秋虽然做尽坏事他对次德级是真心的 一心想着入赘德罗佛也是源于对次德级的爱 齐美杰布和德勒老爷还在世的时候 德勒夫无人敢惹大寿众多贵族的结交 自从德勒夫发生巨变以后不仅无人登堂 甚至拉萨的很多人都在基于次德级 可他们并不是喜欢次德级而是看重了德勒夫家产 望秋的这些话倒是说出了当时的事情 于是他也心生歹意耍手段欺骗次德级 最后不惜绑架兰泽换取次德级的信任 不知道是被他的感动还是心生不忍 在望秋对自己动手一刹那扎西就想了他 这个曾经关押扎西的地牢 现在望秋一脸懊悔地趴在那不断唱 扎西表示自己对他早就有所提防 当初德级的藏傲丢失被人亲父子抓住拔笔 要不是自己机名恐怕早就丢了信任 随后人亲父子又请来了他的三位师兄指挣打 这一切都预示着德级有内奸 对自己底细了如指掌在德级只有次德级刚珠和他 次德级刚珠显然不会让他就是那个告密者内奸 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贪念和私心太重 作为德洛福的管家在家里 他几乎是要风得风妙雨得雨 可谓是他人生的巅峰现在落的这个下场 完全是他就由自取自觉和命 念他为德洛福倾尽半生扎西最终还是饶了他的心 让他到偏远的农场做管事也算是发败 次德级和扎西解决了望秋的事情以后 加上兰泽的顺利归来让次德级悬着的心得已落下 于是邀请众人耍灵卡用于冲掉近期的会期 同时也为了调整缓解一下紧张的心情 看到扎西和兰泽愉快地追逐次德级打心底里开心 结果遭到了卓嘎调侃催促他和扎西生活 哪料卓嘎吃瓜吃到了自己的头上 姐夫还那么年轻 可不能让你的肚子闲着 没凶没臊 在这种地方说这种话 这有什么好害臊的呀 我可是一直想要 不是一直怀不上吗 我们家的兄弟俩一对废物 在西藏贵族之间关系十分混乱 这不趁着耍灵卡堂堂的贵族格桑夫人竟公然调情 就连吐登格勒也不例外兰泽在玩耍的时候 恰好碰到他和一个女子正在偷情 但是扎西并没有当众揭穿 反而告诉兰泽要保护 不知情的卓嘎还在为自己的魅力沾沾自行 以为吐登格勒只喜欢他也 为了表示对扎西的感谢 吐登格勒特意拉着扎西一起唱 狂欢过后的扎西回到帐篷准备休息 刺德纪似乎已经习惯了扎西的存在 在他为了想要保持距离而睡到门口的时候 刺德纪坚持要他和自己一起休息 以免半夜有人进来发现两人并没有凝聚 这样扎西的假少爷身份可就当场被拆穿了 没料刚准备躺下的扎西一个举动惹的刺德纪 对他恨铁不成钢 你干什么呢 快拿下去 臭死了 我整着睡觉 你没见过 你去问问钢珠 藏族人睡觉 都是整着靴子睡 只有下等人才整着靴子睡呢 你见过哪家的少爷是整着靴子睡的 刺德纪 我也是下等人 眼看自己惹的刺德纪不悦扎西最终屈分 找了一些书本当作枕头顺势躺下 喇嘛出身且没有碰过女人的他躺在床上有些不知所措 如此近距离挨着刺德纪他的内心慌乱过 随后他找了外出吹风的借口便离开了 随后刺德纪也紧随而至看到了忧愁的扎西 他不喜欢这样赦命慌乱的生活 可是刺德纪告诉他这在拉萨是一种风傻 这才有了开头的一幕刺德纪也不喜欢 他无法改变这种慌乱的局面 能做的就是洁生自豪 扎西志向高原想要改变拉萨的现状 效仿孙中山的国民革命 推翻这种腐朽的制度 要知道在雪域高原 在世人眼中这块最后的镜头西藏 95%的底层人民十五国富 而另外5%的人生活慌乱无数 只知道消遣生活丝毫没有起到 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 为了改变缓解他沉闷的心情 刺得及让他回趟老家顺便看看父母 远离了拉萨的扎西心情无限畅 在这里他可以尽情高呼无拘无数 这里到处都是他熟悉的场景 而是坚果的生活让他记忆优先 他大步向着家里跑去推开门 却发现里面空无意义 里面患乱不已完全不像有人居住 是他记错了 就在他伤心欲绝以为自己的父母遭遇不测时 刚珠从小孩口中得知扎西的父母已经搬走了 在一群小孩的带领下他这个德勒少爷 看到了与旁边房子对比略显气派的院子 他不敢置信自己的父母会住到这里 扎西父亲看到德勒少爷内心既感激又激动 此时的扎西还不明 所以自己明明什么都没做 从他父亲口中得知是赐得及为自己默默做了这一切 他派人为扎西的父母买了牛羊制办了田产 让他的父母从此过上了天堂般的生活 当看到自己母亲的那一刻扎西也在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阿玛 这些挺辛苦的 谢谢您 大富大贵的德勒少爷 因为您 我们才过上了天堂般的日子 谢谢您 谢谢您 多吉阿爸的心绪 就像热锅里炒的青颗豆子乱蹦乱跳 再也无法宁静 几个月前 拉萨的德勒夫来了一位叫巴桑的管家 他出钱买了二十藏客的肥弟 九头牛 一百只绵羊 还新修了这个院子 一起送给了多吉老两口 而如今 这位积德行善的德勒少爷又来看望自己 这一连串做梦都梦不到的好事 净落在自己的头上 随后他带着二位老人来到房间 告诉他们自己是他们的儿子扎西顿珠 回来看望他们 两位老人犹豫片刻就确认了扎西是他们的儿子 次德级为扎西默默地付出让他很是感动 如果不是自己前来还没有发现次德级的良苦用心 此时的扎西还是德勒夫的少爷 他不能像普通人家的儿子一样与父母享受亲情 匆匆片刻只能离开这久违的家庭 临走的时候只见扎西的父亲为他送行 他的母亲却不见踪迹 可能是不忍心看着扎西离去 又或者是担心自己泄露扎西的生活 扎西的离去只有他父亲单独相走 只是天底下又有哪一位母亲能割舍对儿子的思念 扎西刚刚离开村子 他的母亲就在必经之路上 看着儿子远去的背影扎西母亲满心话语静在不言中 另一边扎西走后不久兰泽的身体多次生病 不管是西医还是本地的医生都束手无策无法彻底之一 次德级看在眼里急在心 从西医的口中得知兰泽像是肺部的 如果真是这样别说在医疗落后的洗脏 即便放到现在也要折腾许久兰泽的命运真是坎坷 这天次德级正在安排人员外出踩破货 下人急匆匆来报德勒少爷外出视察庄园归来 次德级看似平静的内心实际激动不如 从他不自然的眼神中能真切感受到内心的波动 女为知己者容次德级连忙跑回屋中 想要找到一件更合适的衣服 这慌乱的脚步仿佛两人分隔数年一般 即便是在整理妆容的时候 他也在不断向外张望 他想要第一眼看到扎西 但是两人真正见面的时候 他却只有聊聊两句话 思念的花园终究是没有说出口 还是兰泽说出了次德级的心理话 夜晚时间次德级久久等不到扎西鬼屋 一打听原来是跑到禅房念经去 下人想要叫扎西到屋里来被次德级制止 他有他的矜持他不想对扎西看得心 即便他很喜欢扎西也不想先低头 另一边为情所困的扎西想要靠佛经尽心 丝毫不起作用只是徒增烦恼 不知如何是好的他只能钻进酒窖一个人买醉 被放不下心的次德级发现病抬回了房间 扎西醒来发现不对询问次德级自己是不是说了很多梦 自己有什么誓言的地方还请他不要记住 次德级告诉他他说的每一句话自己都记住 只希望扎西不是说说而已 最终两个情投意合的人相拥在一起 另一边兰泽遭遇重病多日来不见好转 扎西知道以后决定带他到医疗设备更先进的印度求医 他把兰泽看成自己的孩子 就算是抱着也要抱到印度去看好兰泽的病 就在俩人准备好行李出发的时候 夜间突然收到兰泽病危的消息 抱着逐渐冰凉的身体刺德级无发雷迹 扎西为自己的大意懊悔不已应该早些为兰泽检查身体 如果提前想到这些兰泽就不会被病魔缠身 葬礼上次得鸡麻木的魏兰泽整理衣物安排法师 依照西藏人的习俗 邀望的儿童要实行水葬 这是灵肉分离获得新生的一种方式 他们弱小的身体消融于江河之中 也算是对大自然的一种共识 还起一生行善之愿 正直花一样的年华兰泽变夭折 这堆刺德级来说是灭灵的打击 德洛福祖顺三代接连去世这个打击是致命的 这个时候也只有扎西能够给他安慰 两人商议准备到寺院为兰泽赴最后的祈福 希望他在天堂的道路一路平安 此外众人都以为断气的兰泽重新活了活 一对经过的商人发现了他的身影 公主 无知的女仆还以为只是给贵族老爷擦拭鞭子 哪料这是看中他要求晚上去服侍贵族老爷 失去兰泽以后 次德级万念俱灰精神激进崩溃 为了让他尽快振作起来 扎西带着他到寺院为兰泽祈福 一来可以让他紧绷的精神得以放松 二来通过这种方式让次德级的内心有个寄托 在这里扎西见到了为自己指点明经的上师 上师表示自己对他的所作所为大致了解 不管是机智化解脏傲危急 还是击败人亲达伦的阴谋 这都是他的职责所在 是他在城市间的姻缘未来 对于扎西的顾忌和妄动繁星上师给出了答案 告诉你吧扎西 你和次德级的前世 原本是古印度的一对飞鸟 一雌一雄 负责向世上的鸟类传扬佛法 经过了三十六次的轮回转世 你们又相见 这就意味着你们从前的那段 因缘未尽了 理应结合 在这里扎西见到了自己的两个朋友 刺杀人清嘎伦为国法而被处以极刑的汪丹路 念在相识一场的份上 扎西拜托白马想办法照顾人 心善的白马没有多想便答应下来 随后找到主事给两人安排了轻松的牢牢 这一切被寺院中的有心人发现不知道是福还是福 处理完事情的扎西回到德勒府 内心忐忑的他告诉次德级自己已经怀疏 基于表达内心的他告诉次德级自己决定留在德勒府 和他一起共同振兴德勒陪伴着他 刚刚遭遇丧女之痛的次德级立刻回对他 你是想入坠 想和我贾西争救呀 次德级 我想帮你 我看你是看上了德勒府这一大贪子家业 也难怪这确实很诱人 你这个喇嘛也不能民宿 你这是什么话 我难道是贪图你 我就觉着 你和望秋一样 是一路活死 气急半坏的扎西一怒之下 就要离开德勒府 次德级似乎知道自己说错了话伤到了扎西 打忙让刚珠传话自己刚刚说的都是气话 让他别放心上 扎西虽然聪明 可是他对人情事故了解甚少何况是男女之情 次德级刚失去女儿心情极差自己忽略了他的感受 另一边为了稳固自己势力的人亲 打伦命洛桑购买军 以被不时之需 他知道在拉萨城各种势力汹涌不断 只有不断加强自身才不会失去现在的地位 洛桑无意间看到一个稍有滋涩的女仆 把鞭子递给了他随后转身离去 女仆天真的以为贵族老爷只是让他擦拭鞭子 经过老人的提醒才知道这是贵族要他事情 这才有了开头的一幕女主气氛不良 扬言要逃走可是整个拉萨都是贵族的事 不说自己势单力薄其他还有一个年幼的女 如果逃走被抓回自己受苦无所谓他的女儿也跟着遭殃 洛桑久久等不到女仆来送鞭子 让人去强行把他抓来遭到激烈反抗 眼看女仆的行为扰得洛桑兴趣全无 小贵族脸上挂不住随即他的一句话让自己的管家遭了殃 你们这些个丢脸的东西 管家 叫你的老婆 谁肯烧眼 管家把受到的屈辱全部发泄到女仆的身上 他命人拿来牛皮袋子灌满养水 将女仆活生生地吊了起来对他严加惩罚 虽然女仆保住自己的癥结可是肉体的折磨 让他差点丢了心理 你说啊 嗯 不能啊 光往脸上磨 什么手啊脚啊都别搂着 哎呦 啊 哎呀 讨厌 真是没羞没臊的 都给他化学了 嗯 在二十世纪初的西藏95%的人连文榜都是问题 身为贵族的土灯格勒跟卓嘎却在用着价格高昂的化妆品 生活享受的程度不可谓不奢华 在政局动荡的拉萨城土灯格勒作为警察局长 受到了仁清嘎伦和新兴格勤派领袖江村资本的同时邀请 土灯格勒敏锐地察觉到两方势力的走向 但是势均力敌的两个派系角逐正式开始 他不想错过这次权力的竞争也不想成为败者 思索片刻决定暂时保持中立 让人随便找个借口应付过去 心情烦闷的土灯格勒恰好遇到扎西来串门 两人一拍集合准备找个地方痛快喝酒买醉 刺得及看着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不见扎西回来 知道是自己白天的话语有些过分不由地担心起来 刚准备吩咐刚住到雍丹府把扎西接回来 过于担心的他最后决定亲自去接扎西回来 到地方才知道土灯格勒和扎西外出喝酒至今彻夜未归 第二天扎西被一个陌生的女子吓得惊慌失措 开始他以为是自己喝多酒做出了什么愉悦之事 慌乱之下准备穿衣逃走随着女子一段暴露 扎西似乎明白了这是其美节部私底下仰的情谊 他故作镇定告诉女子进来家中遭遇剧病 如果以后有机会自然会多多照顾他 扎西的身份在这这两个既精进又机灵的人面前似乎有所泄露 抛去扎西和土灯格勒的身份不说 但是性格就很投缘 这步走出房间果然男人都是一个格勤 我昨天也喝过了 喝的是不省人事 结果他起来一看发现怀里摟着一个姑娘 是你带我来的 我也好不到哪里去 大脑一片空白 幸亏啊 没走错屋 吹错人 要不得出乱子 美夫 这事 别让慈德基知道 别漏了 我嘴严 我嘴更严 捏手捏脚回到家的扎西一大早就看到赐德基端坐大厅 活像是一个吃醋受委屈的小媳妇 赐德基问起他昨夜在哪度过时 扎西支支吾吾自己跟土灯夺了一起 把昨晚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全部告知给了赐德基 当他知道奇美节不在外养了的情人时 虽然无比生气可并没有想象中的怒渴 或许这一刻他的心已经属于了扎西而不是花心的奇美节 赐德基看着眼前相貌平平的女子想不出自己输在了哪里 生活清平气质全无一看就是寻常百姓家的 跟高贵出身的他简直没有可比心 出完气的赐德基刚要离开寺院就更碰到了担心的扎西 才一天的时间 就像一个小美人了 这个地方还真是有趣 白天送经生不止 晚上敲门声不动 我在家坐不住 我是怕你压不住火闹出事 这 这都是少爷的成年旧事 你还计较他干什么 这是 谁对他计较的 你是我身份 我就是来看看他长什么样 我就想不明白了 你怎么会喜欢他 这一刻扎西有点悲估悲的不明所谓 他这个假少爷虽然什么事情也没做 但是看到他这张脸赐德基就气不反的出来 回到家也不忘调侃扎西入坠海 选择农场管家或者看门的职位更适合他心疼扎西一脑道 女子名叫央卓是贵族老爷家的名字 长期劳作且没有充足的食物让他体力不知昏睡不去 好在女儿的呼唤声叫来了他的同伴 另一边他的丈夫强疤被刺德基恢复了自由身 并且给予他一定的财产算是他尽力照顾兰泽的报酬和赏赐 央卓的女儿在他昏迷之际无人召开 饥饿难耐之下不经意间跑到了贵族老爷的房间 发现了美味的羊肉大口咀嚼起来 殊不知正是这一口肉惹来无望之灾 进门的贵族老爷发现是央卓女儿偷吃了肉 气愤之下一条歹毒的计策随着他跟管家密谋准备实施 管家让人把偷吃羊肉的小女孩吊了起来 看到这一幕央卓大为震惊又无可奈何 哭诉着想要营救自己的女儿 不管他如何祈求管家都当作他不存在一般 并且扬言按照律法发现偷吃的母仆直接剁掉双手 央卓被管家的话吓得激进崩溃 只能苦苦哀求 让管家放了自己的女儿 这一刻就是要他的性能央卓也毫无留意 突然间贵族老爷假惺惺的出来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假装不在乎的样子释放偷吃了肉的小女孩 对着央卓一阵嘘寒问暖 言语之间满是记忆 他虽然命运放了小女孩 可是临走却鞭子丢给了央卓 你早这么懂事 何苦让孩子替你受皮肉之苦呢 记住了 以后 你要随叫随到 吃饭 你怎么不吭声 面如死灰的央卓并没有回应贵族老爷 缓缓起身指了指面前的那一碗 在普通不过的羊肉 小女孩大口咀嚼着央卓带回来的羊肉 他吃不是羊肉是央卓的肉体是一个母亲最后的尊严 看着他纯真的眼神央卓似乎心里有了决断 看着眼前睡熟的孩子央卓轻轻为他整理头发 为了不让自己的女儿未来遭受跟自己一样的悲惨生活 央卓狠心之下亲手结束了他女儿的幸运 随后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麻绳结束自己的幸运 既有对自己丈夫的思念又有万面俱会的抛弃 只要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就可以告别这个人吃人的万恶社会 被上天眷顾的央卓上吊出现了意外 也让他因祸得福等到了强疤的出现 看到丈夫的那一刻央卓无尽的委屈 在这一刻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 在西藏像央卓和强疤这样受苦受难的人何止千万 现在的我们更应该珍惜当下生活积极面对困难 我还今天不想见活的 那就让他给我说诗吧 顾奶奶 你这是干什么呀 三级话不来就亮刀子 你有什么话跟少奶奶说 少奶奶是个菩萨心肠 少奶奶 二十年了 我从来没有打扰过你们 今天我实在没有办法 我如果不来求少爷 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就没命了 原来这个女子叫奈珍是齐美捷布背着次得己养的小三 只是他们两个相识更早迫于家族的压力才没有在一起 后来齐美捷布虽然迎娶了次得己养 但是对于奈珍并没有断了东西 而且奈珍还为齐美捷布生育了一个儿子 为了掩人耳目 齐美捷布早早就把小孩送到了寺院 取名白马多吉完全是奈珍一人抚养长大的 现在白马多吉一时的善良受到革命党的牵连 被人亲嘎伦抓到利用他逼迫挖出更对的敌人包括政党 而内珍对此一无所知 他现在能做的就是求扎西和次得己帮忙 他们出面借助德勒府的职位和结识的人脉 白马多吉才有一线生机 扎西和次得己商议现在能救白马多吉的人只有两个 一是他们的死对头人亲老贼击混两毛 二是人亲老贼的政敌江村资本 他目前在嘎夏官员中的威望日渐高涨 确定了方向扎西准备了充足的礼物和承议 来到江村资本府中告知白马多吉的身份和自己来的目的 当对方知道白马多吉是扎西的私生子震惊不已 年夜 嘎夏政府派人去多吉林寺抓了一个孩子 是一个叫白马的小狼狼 这个小狼狼 这个小狼狼是我的儿子 要不是你亲口告诉我 我宁可相信院子里的石墨能说话 也不相信这是真的 原来这件事情从一开始白马多吉都是一个小妻子 是人亲老贼为了打压江村资本借着白马的案 想要把他跟革命党牵扯到一起 现在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江村资本为了证明自己的青睐 同时也为了结交德勒府树立自己的威望 决定亲自出面解决这场闹剧 只是现在的人亲老贼傲慢无理嚣张把握 他还未进议事大厅的时候众人有说有笑 他出现以后几乎没人敢发言简直是一言讨 这不就连江村资本为自己打序了两句 就遭到人亲老贼的大怒 说小喇嘛背后的人 是我 人亲嘎嘞 您信吗 放这么多言 你想厚死我呀 众人就这样不慌而散虽然江村资本没有救出白马多吉 但是他今天的所作所为给足了德勒府的友好场 另一边无计可施的扎西和次德吉正在讨论事情最终如何解决 为了德勒府的血脉无奈之下扎西准备向人亲老贼一投 就在他犹豫不决不知如何前往的时候 土耕格勒的出现让扎西信心被增 用他的话说人亲老贼现在的目标是政敌江村一打 既然用白马多吉已经无法半倒江村资本留着也是无用 最后再由土耕格勒的出面顺势卖给自己一个人情完美解决这件事情 扎西为了救出白马多吉和土耕格勒一起找到人亲老贼 带着贵重的礼品向他说明一切 白马多吉是他的儿子不存在什么革命党 只是一时的心善才会出手帮助汪丹和洛丹 人亲老贼看到扎西真诚的态度且准备全力对付政党 顺势答应了扎西的请求也算是警察局长向土耕格勒抛出了橄榄枝 看到扎西要把白马多吉的乐府次德吉怒不可 其美节不背着他养了小三不说还有个18岁的儿子 自己辛辛苦苦这么多年到头来被欺骗 看着重伤的白马多吉次德吉最终心软收留了他 心机深沉的内珍似乎并不满足于此 他忍辱负重这么多年一个人把白马养大成人不容 现在好不容易进了德勒府的大法 他要留下来要替白马争取富贵 更为自己争取更多的礼物 第一步就是用他可怜的绅士和精力获得赐责级的空前 阿玛把你扔到寺院 阿玛把你扔到寺院不是阿玛的媳妇 也不是阿玛养不活的 只是你的身份太特殊了 你真的不要怪你阿玛 你阿玛 他每年都会到寺院里去给你布室 他也没有办法 他是一直记挂着你的 刺得吉转身就告诉下人以后内珍和白马的生活待遇更改一样 只是他善意的付出却换来对方的偷家行为 晚上扎西正在佛堂修身养性思考如何安置白马 内珍直接闯入声称要给他洗脚 未经人士又怕贾少爷身份泄露的扎西不敢拒绝 只知道现在内珍的举动不妥自己不能接受 说着就强行让内珍离开两人相互拉扯的时候 不慎碰撒了洗脚水 这下两人直接失身 刺得吉听到动静进来就发现了看着举动暧昧的样子 直接命人把扎西的备露等用品全部搬回来的房间 并且强行让扎西回到自己的卧室休息 回到房间的刺得吉怒不可恶 犹如天神下凡一般破坏力极强 扎西在旁边瑟瑟发抖不知道如何是好 都说女人因为吃醋发脾气好似一个小型原子弹 一点不假所过之处可谓寸草不生 经过一番拉扯甜言蜜语假少爷扎西安抚了刺得吉 刺得吉与他日久生情接受了他的爱人 德勒府的少爷 我三哥半夜去哪里啊 你是傻子 你知道你自己是德勒府的少爷吗 你天天躲到佛堂去干什么 你就知道欺负我 你就知道欺负我 这天修成正果的扎西和刺得吉正在打理得勒府财务 恰好前管家旺秋带着所在庄园的财务入仓 只是他再也没了往日的威风和威严 只剩下苍朗的身影 看着身体憔悴的旺秋扎西分布 他可以在府中好好休养 旺秋深受感动这才有了开头的意味 晚上十分望秋看着刺得吉的卧室发呆 被钢珠发现给他好一番打去 不知道现在的望秋是否真的诚心毁过假一场 资本亲自来到德勒府拜访让扎西跟刺得吉很是意外 作为西藏政教界的新兴官员他现在是水长团高 原来江村资本是为了当初扎西求他就白马多吉送了礼品一事 他在白马多吉就出的事情里基本没有出力 所谓无功不受禄 这才把扎西之前送的礼品给他退了 另外借着这件事情江村资本有意拉拢扎西 作为新藏革新派的代表人物他正网罗志同道合的贵人 当他提出自己的想法时扎西似乎遇到了知己 痛恨西藏现在昏暗的政教制度 上至达赖喇嘛高官嘎伦夏至平民百姓 都逃不过被毒杀被流放 达赖佛爷摄政大人 中至嘎夏和异仓的僧族官员 夏至出天下的黑头百姓 有多少人在这种争斗中被毒死 被枪杀 被凌辱 远的不说 自民国以来 查容嘎伦父子二人 九世地目活佛死于非命 金色士官长也被流放了边地 就连九世班禅大使也被赶出了藏地流落印象 这一切都只因西藏目前没有一套完善先进的管理制度 以至于近两百年来西藏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他提议效仿内地或者国外的先进理念和管理制度 扎西的一些想法也让江村资本看到了希望 两人在不知不觉中慢慢走到了一起 江村资本和扎西的接触被人监视不知道是敌对还是自己人 被恰好路过的普登格勒发现看着眼前发生后的一切 他若有所思听着手下人的分析他不以为然 我扎死你我 对江村部门 接人亲的探的干什么 你这什么狗屁逻辑 啊 老家 我闻到空气中有股血腥的味道 另一边江村资本在府中召开了西藏革新派的正式会议 这次会议为众多小贵族解决了后顾之忧 也让他们明白他们的行为是正义的事受到众多人民支持 只是这话听着怎么这么像话大 推举出 有才能的族人和修持好的高僧组成议会 在由议会任命地方官员 而不是现在的侍习制 江村大人 像我们这样的下级官员也有生鲜的机会吗 机会均等 难道只有大贵族才能身兼要职吗 会议上江村资本不仅打消了众人的部履 也坚定了众人的信息 同时也为他们这一组织竖起了一感大气 在扎西的提议下 为他们的组织取了正式的名字 西藏求觉物者同盟 至此在江村资本的带领下 西藏革新派开始慢慢进入政府 然而他们的行为并不隐移受到多方势力的观众 其中土登格勒就预先知晓了革新派的人员分布并且安插了人员 扎西等人的脚步任重道员指他是充满经济 江村资本所提倡的是像英国那样的君主立宪制 他有一个计划 准备在热震摄政的域前进行讨论 妹夫 你留学引动 思想前瞻 你 你应该跟我们站在一起 我认为你那是一片空想 你 你不感兴趣 听我一句全 江村他们这么胡折腾 早晚会有人掉脑泪 土登格勒作为拉萨警察局局长有维护各方稳定的职责 他现在既不认同人侵老贼的做法追随于他 也不加入到江村资本一方的事业 江村资本作为拉萨革新派领袖频繁召集人员开会 土登格勒对他的监视尤其关注 这天无意间发现扎西也参与其中让他甚是担心 现在拉萨的局势还不明朗各方势力勇动 一旦扎西站错队伍以来杀身之祸不仅他性命难保 就是德勒服也会随之消亡 为了劝说扎西谨慎行事暂时明哲保身 土登格勒亲自出面跟他交谈只是两人的观念不同 注定这是一场没有结果的会谈 土登格勒觉得扎西对拉萨的政局不了解 劝他远离江村资本停止现在的活动 一心求光明且的扎西跟江村资本志从道合 对于土登格勒的好言相劝他也直言相告 这才有了好头的一幕 他们正在做一件足以改变西藏历史的变革 土登格勒在拉萨官场摸爬滚打多年经验丰富深知其中的威胁 对局势把控更清晰的他苦口活心相劝 没有 你留学引动 思想前瞻 你 你应该跟我们站在一起 姐夫 我认为你那是一片空想 你 你不敢信心 听我一句全 江村他们这么胡遮挡 早晚会有人掉脑袋 那些明哲保身的权贵 他们躲还躲不及 你何必伸着脖子往里送呢 到此为止吧 扎西决心已定他既不能说通土登格勒跟他站在一边 也不会听取他的建议决定者他认为的光明大方 这天江村资本和扎西正在听取手下人汇报 全拉萨已经有将近一百家大小贵族加入汇报 听到这个消息 江村资本大喜国王告诉扎西 西藏的改革之路一片光明未来可期 扎西也是信心十足即将建设一个制度健全的西藏 赐德级作为旁观者 他的异习化似乎更为透彻 你们同盟的大贵族有多少人 大贵族 算上你们德勒夫总共有六家 六家 全西藏有二十五家大贵族 加上我们才六家 人数不多呀 中小贵族有多少签名的 到目前为止肯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中小贵族 以及上层的僧侣有五六十人 魏葬受风的贵族人家 有权势的僧侣加在一起 也就不到两百家 你现在这个数才三十之一 江村大人 毕竟拉萨的旧制度已经连续了几百年 单看眼前的联络结果 核心派的力量似乎太过弱形 对此扎西和江村资本并不认可 他们觉得只要达到了人亲老贼的事 其余的大小贵族一定会拥护西藏的感觉 这样的想法我个人觉得太过于天真 这不是国家家他们还没有认识到自己所做的事情 一旦失败所带来的后悟 说的都是真的 还有我小的时候 我贴的那个牛饭饼又圆又薄 管家老人都夸我 这也算本事啊 那当然了 还有呢 还有 我跟你讲 那个时候我给头人放羊 干渴的实在是不行了 我就夺了一只母羊 上来就鸡奶喝 骗人 哪有那么喝羊奶的 这有什么好骗的 就这么挤着喝啊 羊奶就这么挤着喝 那要不怎么喝啊 快死了 那真不知道是极度辞得极 还是想要找存在哪里 突然出现在他和扎西的面前 转得两人好不尴尬 人家夫妻两人大晚上打情骂俏 好不温馨 你说你突然出现算怎么回事 一看就是故意的 借口竟然是害怕老鼠想要寻求扎西的宝贝 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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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你看 老鼠 老鼠 少爷 乃真 你这是干啥 小奶奶 我是被老鼠吓破胆了 我害怕我胆子小 我看你胆子被谁都打 公然挑衅他这是公然挑衅次得极底线的行为 是可忍孰不可忍次得极恨不得现在把他赶出得乐乎 他已经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是刺德基可怜塔和白马才让他们入主得乐乎 扎西警告内真做事不要太过分 自己是善良但是不代表好欺负 但是内真似乎有所依仗面对扎西的怒斥不以为然 只是用自己的柔弱跟可怜敷衍了事 看到他现在一副脱皮无赖的嘴脸 扎西跟刺德基毁服当初 两人直接被赶出了自己的弱势 不知道后面他还会有什么更过分的久 即便现在再后悔也无济于事 看到内真随心所欲的作为刺德基怀疑 是扎西对他动了情 这个郭扎西可不被立马表明自己的态度 当初他只是喝醉了酒确定什么事情的没错 为了向刺德基表忠心说着就要找内真去理论 扎西一大早等着内真苏醒想要跟他把事情说清楚 言语甚至严厉可是反遭内真回对 你吼什么呀你 你还真以为你是德勒府的主子 我告诉你 你有今天最应该感谢的人是我 你什么意思 哎呀少爷 你就别在这给我装枪做事 这德勒府所有人都可以摆住我 别等你不行 原来他从一开始就知道 扎西是个假少爷 也难怪他和真其美节部生活了20年 眼前的德勒府少爷或许可以瞒过所有人 唯独骗不了心系如发跟其美节部朝夕相处的他 以为拿捏了扎西便提出各种要求 首先给他和白马一个名分自己要常住德勒府 其次他想要德勒府的一半财产 声称自己的儿子白马才是德勒府的真正合法继承人 否则他就要向嘎萨政府举报揭发 看到他如此得寸进使扎西怒不可 告诉他自己绝不会答应大不了意思 让他什么也都不要 生怕扎西出事的刺德级及时出现 温柔细语的安抚内针好像妥协接受了一半 告诉内针德勒府他跟白马随意居住 他并不怕是也无法接受内针为了扎西这一切他都可以忍受 一个人心坏了你对他再好也是无济于事 江村大人最近往德勒府跑得很勤 和我们家少爷少奶奶 他们正在密谋 这个我早知道了 奴仆房中望秋正在狠心为自己疗伤 他的做法解释了什么叫做忍常人所顾呢 不知道他这条腿伤是故意还是无意摔伤的 突然扎西拿着刺德级亲自抓的药紧来 看到他的悲惨情况不禁有些洞龙说着就要为他亲自上药 在望秋的面前扎西很真实没有任何作用 他知道自己能有今天望秋功不可 当初如果不是他硬生生把自己绑到德勒府 推荐给刺德级谢德勒府的为哪有现在的德勒府少爷 所以心善的扎西对望秋始终有一颗感恩之心 只是望秋的话怎么听怎么有一种不甘和忌惑 那天我进院子的时候 看见你和少奶奶在一起 你们两个就像酥油和茶 不不不 就像鱼和水一样的融合 就像蓝天白鱼 行了行了行了 另一边人亲老贼看着日趋和谐的德勒府甚是不顺 于是安排人给德勒府的私生子白马送一份大礼 把白马送入脏军军团中担任军官的职务 脏军军团此前只听命于达赖佛爷 现在已经过渡到人亲老贼的手中 他这么安排一方面是做给达下众官员和其他贵族 自己大公无私跟德勒府和平相处 另一方面通过白马多吉来牵制扎西 白马真是一个苦名的孩子 扎西从心底产生了一种不忍 为了换取人亲对自己的信任 更准确地说为了麻痹人亲对求觉悟者同盟请愿活动的戒备 把白马送进藏军兵营 不是为一招妙棋 可是白马毕竟还是一个只知道年轻的孩子 可怜的白马摊上这么一个贪婪自私的母亲 不仅不阻拦白马进入军营法 而对于白马的无动于衷说是恨铁的成功 明明是羊入狼窝 在他看来是飞黄腾达的好机会 这天那针带着白马前往军营报道 才意识到现实的惨悟 看到娇生惯养的白马来到军营 还带着仆人和家人 军官顿时不乐意地说着要给白马一个下马威 一个经常在军营的士兵举15个都费事 他却要求白马举10个 明显就是在树立自己的威信打压白马的傲气 可是倔强不服输的白马并不惯着他 当场就展示了自己过硬的身体素质 那针探在眼里十分心疼 回去他就找到扎西死缠案把 让他找关系把白马逃出军营 又不过那针的扎西只能说些内幕安抚他 明确告诉你 白马在军营最多住上三天 等事情过去之后 如果你心疼他 我们就把他接回来 行了吧 什么事情过去啊 明天你就明白了 明天 我说少爷 你该不会是在糊弄我吧 我怎么跟你说呢 西藏了就要出大事了 今后这军队到底是留还是不留 怎么见着都还不清楚 你呀 就别替白马下操心了 殊不知这一切多被夺在暗处的望秋听见 贼心不死的他当即就算出扎西口中说的事情和关联 他偷偷摸摸来到人亲老贼的府上高穆也就有了开头的营免 亏得扎西当初不仅就他一命 还对他心仍为他亲自伤 原来他从开始回到德洛府 就是在装可怜博取同情 我们家少爷他们已经密谋好了 要趁您参加大会毫无防备之际 对您下手 望秋在堵在豪赌 想要借助人亲的手除掉扎西 他就像是未不熟的狼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反咬一口 这天奈真要求扎西找关系 把自己的儿子摆满调离军队 看到扎西不表态 他一而再再而三纠缠扎西 不得已只能告诉他这两天西藏就要进行恋谈 就是这样含糊的一句话被望秋听到 贼心不死的 他精心盘算着这一天可能发生的事情 自己翻身当家做主的机会 来了这才有了开头的营免 听到他添油加醋的挑拨离间 洛桑最先坐不住 他背着所有人来到仁清府 说明自己来的目的 听到江村资本一伙截杀自己这个消息 有所怀疑 但不得不信 因为他不敢拿自己的性命做赌注 原本是一场没有流血的变革 在望秋这个小人的挑唆下直接爆发 洛桑吩咐自己的奴仆守住院子和家人 有人胆胆擅自闯入仁清府直接乱枪打死 安排好家中一切仁清和儿子洛桑利用金蝉脱鞘逃出福 他要反击要调动自己能调动的一切力量 彻底打垮江村义 高伦大人 您这身 这身打扮事 江村资本要发动政变 我是他们袭击的 首要首要 怎么会这样 他们谋划很久 他们瞒着热镇活佛和地方政府 正在另搞一套 企图推翻 甘丹破章政策 不收权葬思念的产业 拨夺我们领主的权利 江村想 你自己为 血与佛国的大藏皇 这还了得 反了他了 在他煽风点火的言论下 达夏官员对江村一伙的仇恨值直接拉拟 侵犯到自身的利益众人恨不得现在就弄死江村 原本只听命于达夏和达赖命令的藏军一团 竟然也来帮助人情 看到有军队相助这场较量 人情似乎已经稳操什么 另一边江村资本和扎西还在商议如何向达夏政府递交请面书 在他们的计划中 一兵一族的武力都没有准 只是单靠他们联络的大小贵族出面向摄政和达夏政府提出自己的意见 这看似和平的解决方式似乎太过幼稚 人情和儿子洛桑躲藏的寺院他的死对头汪丹洛丹恰好在此复兴 二人知道人情老贼的住处以后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弄死他 两人苦等半夜只见洛桑进进出出却不见人情的声音 眼看时间越来越晚汪丹洛丹不再等待直接对洛桑出手 这位性格暴躁尊贵的人情府少爷救死下下 洛桑的死也让仁卿不再有所顾及准备打开杀截 都看到了吧 这样子干了 有多么残忍呢 洛桑 睁开您的法眼吧 不是他死 就是我 给我 给我往死里打 把这些个畜生给我斩尽下去 汪丹和洛丹最终没有逃脱被仁卿的手下追杀 他们是真正的勇士为了复仇跟仁卿不死不休 两人不远万里从印度来到拉萨人生地部署 只为刺杀仁卿即便行动失败被逮捕遭受酷刑依然不屈 或许生命的终结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警告 在旺秋的挑唆下人青老贼调动一切力量准备对江村和扎西下手 土登格勒作为拉萨警察局局长手握兵权自然不能置身事外 他之所以迟迟不动是没有想好帮助谁 现在仁卿老贼的力量有了藏军一团的支持实力大增 反观江村资本一方实力明显较弱 如果自己站在仁卿老贼一方帮他打带了江村 自己获得重用的机会很是秒报 在此之前他为了德勒府的利益公然与他作对 如果他选择站在江村资本一方有了他的家里 江村资本等人的实力大增与人亲互相上下 两方发生火拼最后的结果更是很难预料 没有把握的事情土登格勒不愿意冒险 最后他把未来的命运交给了佛祖选择站在热震摄政一方 另一边藏军一团开始了调度 对于不知深浅的白马资深军官直接下手 也就有了开头的一幕在这里等级更是森严 只因为白马有威胁是个不确定因素便对他随意折磨 倔强的白马很快调整好心态跟上队伍 向上级表达了自己的决心 但是军队指挥官根本不信任他 这白马以后就交给你了 刚才拿凉水积了一下 现在懂规矩多了 别忘了 白马是德勒家的少爷 老爷 要是怕他惹麻烦 不如把他关起来 谁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情况 带上他 也许能用得着 你抽出一个牌 明明想对他指挥 实际上 负责看管他 也就是说现在的白马名义上是个小军官 实际指挥不了任何人还被人监视 土灯格勒敏锐的判断力得到了验证 他带领所有警察局人员来到热震摄政府 说是为了保护摄政实际是表中心来的 他的猜想也很快得到了验证热震摄政不在乎里 人青和江村两个派系的争斗他全部都知道 他不仅没有制止争斗更没有偏袒任何一方 为的就是坐收渔翁之力最终好让自己破裂 另一边扎西和江村等人满心激动地向着布达拉宫走去 刚出现没有多久遭到张军一团的逮捕 没有任何理由得不到任何回答见不到任何人 扎西高举万民书表达自己的一腔热血换来的是无情的家族 不仅如此白马还被迫逮捕自己的父亲 四德级看着眼前的一切难以置信 自己和扎西辛辛苦苦就出来的德勒苦少年 竟然亲自逮捕了扎西他名义上的父亲 不管赐德级如何折腾白马似乎冷血一般制之度 丑丑恶的嘴脸在这一刻彻底展现出来 为了自己的私心和利益跟人青老贼同流服务 扎西率领众多贵族向达夏政府提议西藏进行新式变革 不仅能推动西藏的社会进步更能为民众带来巨大的信用 只是这一切都被人青老贼所阻断和破坏 扎西等人不仅没有机会见到摄政佛 更是直接被投入到监狱 另一边赐德级跟土灯格勒几人商议如何能救出扎西 达夏的监狱比人间炼狱强不了多少 对此卓嘎和粘堆新知肚明土灯格勒更是在明白不同 但是现在唯一能够依靠且有实力救出扎西的只有土灯格勒 他作为警察局长身份尊贵人脉广告 只是他无心营救一方面是扎西卷入的两个派系之争性质不同 另一方面是扎西的真实身份不值得他出手 你可不能怪妹夫不顾全你的脸面 卓嘎 要在雪监狱里的那个男的 他不是我们的姐夫 什么 那是姐夫的影子 他是我们姐夫的底身 原来土灯格勒从一开始就知道扎西是七美节步的影子 当初为了验证扎西的身份真假特意安排跟奈真相见 结果证实了他的猜想扎西就是假德洛府少爷七美节步的影子 他之所以迟迟没有揭露扎西假少爷的身份 为的就是德洛府的稳定 只有这样德洛府跟雍丹府相互抱团 才能在残酷的拉萨站稳脚跟 另一方面旺秋质得意满地来到人亲府寻求赏赐 此刻他已经把自己想象成贵族老 旺秋所以飘飘然竟然要跟人亲老贼比身份 望秋见到人亲以后即刻表明自己的来源 自己提供消息提前识破了江村和扎西等人的计划 一举抓获了参与变革的全部人员 还将扎西下入监狱 当人亲试探性询问他如何处置德洛府的人时 也就有了开头的一幕望秋 字牙咧嘴小人得志的发号势力 只是这一切看在人亲的眼中跟跳梁小丑差不多 一个身份低贱的管家竟然妄想大战刮风德洛府 人亲虽然一心想要吞并德洛府 但不带感他什么都不做 江村资本和扎西根本没有想要截杀自己 是望秋在中间挑唆山峰点火故意激怒自己 让他跟革新派私下的政见不合变为现实的直接冲满 虽然击败了自己的政敌江村资本 也彻底暴露了他的力量 更是连累儿子洛桑惨死 自己不去找他就烧刀香了 现在还敢来讨要少次跟自己平分德洛府 随即下令把望秋拉出府外直接崩了 一代德洛府管家就此落幕结束了他罪恶不甘的一生 众抓了扎西白马回到德洛府告诉刺德基 当时情况紧急为了扎西少受罪 自己不得已亲自动手 这样一来不仅能够让上级相信自己大义灭亲 还可以获得接近扎西的机会 随后他与次德基商议准备节育救出扎西 第一步先疏通牢狱中的关系尽量发展成自己 这才有了开头的一幕白马不惜拿出德洛府的珍藏食物 为的就是收买人心降低节育的难度 当晚次德基带着钢珠跟一些日常用品探望扎西 并且向他传递自己跟白马的节育想法 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扎西没有感到欢喜 反而是震惊和不可思议一向聪明稳重的他这时候异常冷静 告诉次德基不可轻举妄动 否则会给德洛府带来灭底之灾 看 外面跟他一起吃吃喝喝的家伙 表面上 是康萨带本拍过来看压我的 实际上 他们是过来监视白马的 还有 你往那上面看 扎西的判断准确无误 仁清早就安排好了一切 就等着次德基等人刺投罗网 次德基告诉扎西要努力活下去 为了肚中未出世的哼 这一刻扎西激动得向着三岁的哼 他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心自己生死的关节 即便粉身碎骨也要保下德洛府保下次得及 在嘎夏的公堂之上扎西即便遭受酷刑 也表示自己并非情义结果 如果他的身份是一个冒充贵族少爷的喇叭 所有的罪责就全部落到他一人身上 既保全了德洛府更护住了次德基 人情老贼是要彻底打败扎西毁灭 德洛府并不相信他的王 扎西的上士得高望重的多吉林婆佛 亲自出面为他作证 告诉众人自己专门为了扎西一人前来今天要带走他 众多嘎夏官员不敢懈怠反驳纷纷表示同意 但是杀心已觉得人情毫不退让坚持要弄死他 多吉林婆佛没有太多惊讶一番话似乎有更深的含义 对于多吉林婆佛轻易退让的态度众人感到意外摸不着头 对于多吉林婆佛轻易退让的态度众人感到意外摸不着头 一个胜利者想要羞辱扎西 刚见面就看到泪流满面的扎西让他大为震惊 接着扎西请求仁卿放过刺德级 自己大不了一死哪怕下地狱也在所不信 只希望能换来刺德级安稳的下半生 哪怕是面对仁卿老贼提出的羞辱要求扎西立刻招呼 看着眼前斗智权无的扎西仁卿大失所望 听着嘎下官员冷漠地宣布着命令 不管是沉稳的刺德级 还是自私自利的内真这一刻都绝望 刺德级从监狱回来以后心情很是糟糕 扎西被抓起来关在监狱生死为武 原本有些关系的土灯格勒现在也没了消息 他所能依靠的人全都不在身边 这一刻别提有多么孤单 他叫来内真好心告诉他 德乐府即将遭遇重大便利 劝他在劫难来临之前代谢财务逃命 哪料在心机的眼中 却成了刺德级故意打压驱逐他 从两人的聊天中内真说出了他的真实想法 即便牺牲所有人在所不惜只为大战德乐府 那真的行为无比疯狂贪婪使他变得毫无底线 可是他忘记了刺德级才是德乐府真正的主 小到德乐府的奴仆大到庄园农场商业 全部都掌控在刺德级手中 如果不是看在白马的面子上的 你怕他早就被赶出了德乐府 但是该有的教训还是少不了 当初可不管着直接把他锁到地角 这个女人嘴上跟装的机枪一样毫不留情 我等了二十年 终于等到今天了 我的儿子白马多吉才是德乐府真正的主人 这些人都去死吧 我不给你饭吃 想饿死你 直到这个时候可怜的内真还在想着如何得到德乐府 殊不知即将大难临头能保护性命就不错了 忽然德乐府闯进一队官兵不分青红皂白就强了 遇到阻拦的仆人下手毫不留情非死即残 看到珍贵的精英首饰全部占为己有 这一刻德乐府仿佛被一气被瓜分了一样 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刺德级毫无法抗制 年轻气盛的白马刚想要奋起反抗就遭到死亡威胁 原来他们是奉了嘎夏政府的命令前来握有生杀大权 奉嘎夏命令 德乐府的一切财产 包括府邸 庄园 牧场 及其署名 受归政府封存 未经允许 不得煽动 不得拆封 否则 严惩不待 从即日起 德乐府所属人等留在各自区域 不许离开半步 总是 德乐府算是完了等到扎西被定罪处决以后 各大贵族就该考虑如何瓜分德乐府这块大蛋糕 刺德级无助地接受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忽然白马想起来自己扎西和热镇摄政同处一个寺院 况且当初扎西还为热镇摄政所在的寺院捐赠不少香火钱 于是两人商议当面去求热镇摄政或许扎西还有一丝生机 没料刚到地方就吃了闭门羹 不知道热镇摄政不愿插手派系之争还是怕惹不少人 直接拒绝了次德级等人的请求 不得已次德级只能常跪门前希望直接的诚信能打工热镇摄政 判江村望景绕拦发黄金五百两本人处以激情 今后江村家族世代不予在政府任职 判德约齐美捷补薛弃世袭绝位 这样的结果对于革新派来说不可谓不惨人 他们一腔为民的热血换来无情打压和身体的摧残 德洛府被查封扎西入狱遭受酷刑 无计可施的次德级只能求助热镇摄政与求得一线生机 眼看次德级身体吃不消即将倒下被人亲手下带走 随后事情便传到了人亲一伙人的耳中 热镇面对苦苦哀求的次德级仍然不管不问他拒之门外的事情 认为是热镇摄政实力底下无心插手政务 在人亲与江村的争斗中不想惹或上身 随后便有了开头的一幕人亲等人私下作主 对扎西江村等人做出了极其严酷的判斗 一方面树立巩固自己在达下政权中的地位 另一方面更是为了震慑一切企图颠覆拉萨政权的革命 这种非人道的酷刑显示了社会的黑暗显然 江村扎西等一众开明志是为了西藏的发展和进步不为兼颳 把风软发顾双丰 江村扎西等一众开明志是为了西藏的发展和进步不为兼颁 只是变革失败换来的代价不可谓不沉重 就在扎西也要遭受人亲老贼的毒手时 一名僧俗官员站出来大声录斥人亲的狂妄行为 不仅当众对僧人下毒手 更是拒绝多吉林佛佛要人的请求 现在更是背着热震摄政私自对达下官员和僧人用心 人亲老贼狂妄无视佛法无视热震的行为 彻底惹怒摄政王 随后热震提出训味来表达自己的愤怒和不满 极端崇尚宗教的西藏 摄政佛佛以辞职相威胁 在僧俗两界必定引发巨大震动 甚至会惊扰护法神给众生带来凶兆 人亲此时才意识到自己的判断错了 也许灾难马上就要临头了 这一刻人亲老贼似乎想到了什么但为时已晚 自己辛辛苦苦跟江村真个泥死我活到头来 什么也没懂 在土灯阁类的帮助下扎西顺利地走出嘎萨监狱 他告诉扎西这权贫热震的帮忙不惜训味来救他这个借口 态度牵强 如果是清醒的时候扎西或许会思考这个问题 在鬼门关走过一遭的他精心未定 且土灯阁乐能救的只有太医 至于江村下家等一众官员仍然维持达下命令不变 这对于扎西来说彼死还难受 曾经众人一心为了西藏的光明道路一起奋斗 他们的理想一致思想一致心胸无限广阔 更重要的是都有一颗就是未明的心 现在除了他其余人全部落难无一性 比起身体遭受的摧残扎西心中 那个坚定的信念似乎崩塌了 在西藏僧女贵族与世俗贵族之间已经形成 一个超级稳定的社会结构 一切英雄救治速得越雷尺办法 如有政治改革的企图 不管是正面还是反派 在监狱中扎西得知赐得及怀孕的消息很兴奋 怎么 慈太亲 你 都两个月了 我 我 我 慈得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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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西顿珠也太有本事了 我有后了 可是等待他的却是残忍的毒打 扎西不怕死 唯独放心不下赐得及 他甚至不惜给人轻下轨 恳求他放过赐得及 人轻等不及了 他先是查封了德勒府 然后准备把江村和扎西统统下游波 数大招风功高盖主 一意孤行的人轻终于激怒了热震摄政 他擅自动行滥用之权 分明就是没把热震摄政放在眼里 扎西顿珠是热震寺的僧人 现在这样擅自动行 分明是对热震摄政不尊重 没把佛爷放在眼里 摄政大怒 他提出训味了 这个烂摊子你来收拾吧 人家嘎伦 你为什么不提前禀报摄政佛爷呢 在极端崇尚宗教的西藏 摄政活佛已辞职相威胁 在僧俗两界必定引发巨大震动 仁卿此时才意识到自己太冒进了 也许灾难马上就要临头 扎西终于明白了 在西藏僧与贵族与世俗贵族之间 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 一切英雄救治 不得越雷迟半步 任何人由政治改革的企图都会被消灭 求觉悟者同盟只有他自己活了下来 他非常痛苦 人一旦落魄 就会失去很多 比如仁卿身边的胡鹏狗有权都离他而去 而他也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仁卿派我来看看您 顺便给您捎个话 大人请讲 佛爷念您这些年为正教大业操劳 体谅您年事已高 他让卑职转告您 嘎下的正午您就撒手吧 留在家里遗养天年 仁卿被罢免的官职 成了没权没事的平民 他很担心自己会被灭口 于是整天装风卖傻 但是他逃不过土灯的眼睛 我仓死了 我 渣娃也死了 可惜啊 任心府再也没有一个 男子可以继承你一手创业起的那份家业了 我们都是佛教子弟 偷相信轮回 任亲嘎伦 当初你不是要霸占德勒府吗 他们现在轮到你把任亲府拱手相让了 就这样土灯成功入坠道任亲府 承袭任亲家族的族号 并同时迎娶任亲大儿戏聪美为大夫人 任亲的女儿穷达为小夫人 你就是穷达呀 嗯 怎么了 把她送到卧室去 给我扒光了 耗着 上 放开我 我是任亲府的小姐 土灯绝对不是善茶 她有谋略会布局 最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她契合赐德吉迎来了爱情的结晶 是个男孩取名阿卷 从她出生的那天起 耐珍就把她当成了眼中钉肉中刺 因为她担心阿卷长大后 会跟儿子白马争夺德勒府的家产 所以她想方设法地为白马扫清障碍 白马真是没心没肺 如果没有这个你放着的小崽子 你就是德勒古系的唯一传人 德勒家族的一切都属于你 而现在全都改变了 现在她苦苦等待六年的机会来了 土灯这里人多嘴杂 现在下手没人知道是她干的 人算不如天算 没想到这一切都被警察帕甲看见了 内珍害怕极了 如果自己被揭穿就彻底完了 于是她带着礼品去找帕甲 希望能堵住她的嘴 我家也没夫人 得知帕甲是单身后 那珍已经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就这样二人来到卧室开展一场深入的交流 而帕甲占到便宜之后 便开始为内珍出谋划策 内珍先是偷偷给阿爵下药 让她哭闹不止 然后带扎西给孩子看病时 找来一个喇嘛胡说八道 这孩子的病不用四处求医 送进寺院 病自然就好了 内珍见扎西不为所动 几天后再次找来喇嘛直接上门忽悠 谎称阿爵是吉堂活佛的转世真身 唯有出家礼佛才能平安健康 如果一个下等人家的孩子被认定为活佛 那是从天而降的福报 他的整个家族都会因此寄身上层社会 但这对于德勒家族而言 根本就没有意义 对次德吉来说 他需要一个活蹦乱跳的儿子 而不是远在天边的活佛 扎西和次德吉是不会轻易同意的 但狡猾的帕甲另有对策 你去拜访达扎社政府 请达扎社政按照宗教的遗轨 确认这个孩子就是吉堂活佛的转世灵童 只要社政有了回事 得了福也就只能顺从啊 阿爵只是个六岁的孩子只知道完 他哪里会明白自己将要去出家呀 全天下的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心头肉 次德吉已经失去了兰泽 没想到命运再次给他开了个玩笑 扎西担心次德吉在家孤单 便带上他一起去印度进国 他们刚刚离开德勒府 那对狗男女便颇不及待地鬼混在一起 40年代 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阶段 缅甸被鬼子占领后 内地通往海外的滇缅公路便被切断了 同盟国只能开辟新的航线 他们的飞机翻越喜马拉雅山把物资运往内地 而内地的战事更吃紧 鬼子封锁了东部和南部沿海 到处都是生灵涂炭 就连青海心灵也遭到鬼子飞机的轰炸 好在西藏山高路远 暂时没被战火波及 扎西和土灯都是爱国人士 他们慷慨解囊积极支持抗战 扎西一出手就是一架飞机 土灯更是号召大家积极捐款 打麻将奸打日本鬼子 那是爱国 今天论输不论赢 在牌桌上输的钱 包括仆人打骰子输的钱 都要捐在这个募捐箱里 支持抗战 为国效力 但是如今的西藏政局已经发生了变化 热政活佛虽心向祖国支持抗战 但是如今已经卸任回热政四季鸟 摄政一直由他指派年迈的老师达扎活佛赞代 达扎上任后和英国朱拉萨代表处离极生走得很近 英国在西藏古洞藏汉分家 洋鬼子真是可恨 康萨嘎伦就是轻英派 他家中的自行车和照相机 就是典型的洋玩意 这些心怀不轨的人 大有分裂西藏的意图 国民政府为了运送抗战物资 准备修建中印公路 有一半的路程经过西藏 康萨达伦和同党们千方百计的阻谋 以嘎夏的名义 通知孔庆宗和国民政府 绝不允许在西藏的疆域内 修建任何公路 对中日战争 我们持忠意态度 通知驻藏南的各级官员 发现汉人的勘察队 就驱逐出去 如与对抗 就格杀勿论 公路修不成 海外运往内地的补给线 就彻底断了 内地现在战事吃紧 这无异于雪上加霜 办法总比困难多 公路修不成 扎西和土灯就决定组成商队 用马匹来往于印度和内地之间 驼运募资 但是运送军用物资是如今政府严令禁止的 扎西他们这条路注定不会一帆风顺 扎西和刺德吉遇到了麻烦 没想到引发了喇嘛和藏军之间的一场恶战 一切都要从头说起 内珍和帕甲仍在一起鬼混 这个不知羞耻的女人已经怀孕了 我有了 啊 真的 太好了 他高兴的同时又有些害怕 因为扎西和刺德吉就要从印度回来了 内珍在德勒府偷了很多钱 他打算和帕甲私奔 而帕甲的野心更大 他想除掉扎西成为德勒府的主人 如今扎西和土灯联合组建一支商队 他们运输军事物资支援内地打鬼子 但这是政府严令禁止的 好在有土灯这个三品嘎伦在背后撑腰 也就相对平安无事 帕甲就是要在这上面做文章 依托康萨与土灯的矛盾 借康萨之手除掉他们 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有这么混账的主子吗 此时扎西一行人正在回拉萨的路上 全然不知即将到来的危险 藏军提前来到他们经常去的客栈 做好埋伏守株带土 白马听到枪声后迅速返回 并与藏军发生交火 钢珠迅速控制住英赛 以他当作人质暂时保住安全 双方就这样僵持着谁都不妥协 要说善良的人总会有好报的 当年刺德吉烧了强疤的卖身器给他自由 没想到强疤正在这家客栈盖火 如今他看到刺德吉有难 就算是豁出性命也要帮忙 但是白马并不认识强疤 还以为他是藏军的奸细 直接把他给绑了 杉泽 你过去是他的仆人 是 小姐是活数年没的 少奶奶发了慈悲 向落洞奴籍 给落外面的活路 我听说过你 你叫 强霸 对 强霸 过去从我们府上出去的 跟吧 赶紧送吧 好 好 可叔叔 老爷和太太怎么样了 少爷和少奶奶 阿父 应该是老爷和太太 把那个拉散来的大官 绑在楼里了 外面的藏军进不去 急得满世界乱算 再五个人守在这里 牵制住他们 别让他们出去 强霸 回去照顾好老爷和太太 告诉他们口信我收到了 让他们放心 张爷 我去拉萨 尽快告诉二姨父 这里的情况 住 土灯得知消息后 一时有些摸不着头脑 他不知道是谁在作乱 直到粘堆发现了 门外的康萨仆人 才让土灯恍然大悟 康萨一伙人在试探 我们的反应 我们软了 他们自然就会更加嚣张 还真的以为 热震佛爷的太阳下山 大哥 我看白马说的对 这一巴掌 我们应该轮回去 打得他们 慢连开花 好 在雪域这片圣地 最神勇的武士不是藏军 而是各大寺院的喇嘛 这些喇嘛有组织有枪炮 不归地方政府调遣 1904年的康营战争中 这里就出了很多 保家卫国的英雄 他们能成为 土灯以众的力量 是因为这些人 都是热震活佛 强有力的支持者 他们侵害爱国 是康萨等 轻英分子的天敌 在强大的压力面前 康萨不得不妥协 倒是怕贾这个小人 贾欣欣地前来营救扎西 背地里却一肚子坏水 康萨和土灯因为处在不同的阵营中 现在是死对头 康萨为了削减土灯的势力 决定把他的外甥白马调离拉萨 前往遥远的亚东 白马在亚东遇到了 让他一见钟情的姑娘 他叫达娃央宗 能歌善舞性格泼辣 而他就是当年的兰泽 十年前兰泽并没有死 在拉萨河边被路过的 康巴商人救下 并送到康巴医院治好了他的病 只是六岁之前的事 他已经不记得了 如今跟着老爹闯荡江湖 练就了不服输的性格 他还是像当年一样可爱 但再也不是当年的 那个贵族小姐了 白马很喜欢他 可是达娃央宗对这个当兵的 并不感兴趣 直到有一天达娃遇到了一群马匪 这些人作恶多端 甚至要把他带走做压寨夫人 就在这危机关头 白马神兵天将 上演了一出英雄救美 达娃渐渐地对他有了一丝好感 两个人就这样确定了恋人的关系 白马要经常帮助扎西运送户 达娃就天天等着他回来 你是不是看上那个小熊儿了 谁看上他了 傻乎乎的 我蠢人 那就是人家没看上你 他敢 他上猪网送他爸妈去了 很快就会回来 玉阳 还想把我呀 你那点小心思 老爹早就看出来了 哼 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 为了能长久地在一起 达娃让老爹这个游走的商人 落乎亚东 这两个人是一对欢喜冤家 只不过命运真的是造化弄人 另一边康萨的女儿 梅朵一直暗恋白马 你今天篮球 打得真棒 马马虎虎吧 哎 我想 我想让你教我打篮球 他用相机拍下了很多白马的照片 都放在了自己房间了 但是由于康萨派人抓捕扎西的关系 让白马对梅朵很厌烦 一边是康巴姑娘达娃央宗 另一边是贵族千金梅朵 白马究竟该如何选择 最好的办法是让梅朵嫁给白马 这样就把康萨和德勒府 牢牢地绑在一起 从而慢慢地让土灯孤立 白马会同意这门婚事吗 扎西和次德级平安归来 土灯的心总算落了地 但他不明白 为什么康萨会如此信任怕假 他们之间是不是有更大的阴谋 扎西并不知道 陀队被劫的真实原委 还以为是康萨大人为自己解了围 于是带上礼品亲自登门拜谢 奈针在此时提出 把白马从遥远的亚东调回拉萨 这恰恰符合康萨拉拢扎西的谋略 而梅朵又非常喜欢白马 于是康萨便顺水推舟 原来你们三位是来提亲的 这东书西说的把我说糊涂了 哎呦我这脑子 我这脑子 再加上那针的不断撮合 这门亲事就这样草率地定了下来 扎西和次德级还不知道 康萨的真实意图 总之跟大贵族成为儿女倾家 总没有坏处 现在最高兴的是帕甲和奈针 等白马结了婚再生个儿子 将来就能继承德乐府 到那时那针就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帕甲设计的借刀杀人 虽然没能除掉扎西 但至少获得了两点好处 首先他顺利地傍上了康萨这棵大树 向拉萨的权力中心又靠近了一步 其次每朵是独生女 康萨一定会让白马入坠过去 而扎西的儿子又远在天边当活佛 到那时德乐家族的名号将由谁继承 当然是那针肚里的孩子 那可是怕假的种 当土灯得知白马要与梅斗结婚时 瞬间就十分气恼 他当然不赞同扎西的做法 因为这不是简单的儿女情长 而是两大集团的权力之争 而是两群狮子 其中的一群依靠的是国民政府 为首的狮子王就是刚刚现任的热镇活佛 另一群就是倚仗喜马拉雅山背后的英国人 为首的就是现任的老朽达扎 不管你们愿意也好 不愿意也好 在这片高原上 你们必须属于其中一群 如若不然 轻则无处完身 重则家破人亡 在千秋万代的家族利益面前 牺牲一个女儿又算得了什么 此时的白马还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突然调回拉萨 他与达瓦阳宗就像许多恋人一样 一刻也不能分开 你等着做德勒夫的太太吧 此时的拉萨正一片热闹的景象 康萨将白马和梅斗的生辰 送到达扎活佛的御前补卦 两人命数相合 达扎活佛为二人定下了吉祥的日子 就在下月初 德勒夫也准备了丰厚的聘礼 并做了佛氏供养祈求婚期顺利 接下来就等着白马回到拉萨举行婚庆大典了 这边正在为白马的婚礼而忙碌着 土灯这边就显得很冷清 他从穷打口中得知扣押驼队的主意是帕甲出的 曾经的奴才如今却要对付主子 土灯绝对咽不下这口气 他们将帕甲用牦牛皮裹起来 然后放在太阳下暴晒 这可真解气啊 就在这时康萨带着一个英国佬出现了 这个英国佬手中拿着一个先进的摄影机 其目的就是要记录下土灯肆意杀人的罪行 他在干什么 拍电影吗 人家嘎伦 介绍一下 这位是英国商务代办处的戳马斯先生 他呀 想拍一部西藏的风俗影片 果牛皮 很有特点 是我请问 看看嘎伦 救命啊 他这是滥用死刑 托马斯先生 人家嘎伦 帕甲他 触犯了嘎伦的哪条律例 你给托马斯先生介绍一下 土灯为了不留下把柄 只好暂时放过这个人渣 从此帕甲彻底倒向了康萨的一边 白马已经返回了拉萨 达瓦样宗便跟老爹商量着在拉萨租一间店铺 这样就会离白马很近 帕甲这个小人当然不会错过收保护费的机会 他发现这个康巴姑娘还真不是好惹的 你们这不是明抢吗 白马回到德勒府听说家中要办喜事 他还以为父母已经知道了自己和达瓦样宗的恋情 没想到要结婚的人竟然是没躲 白马是个执着的孩子 他认定的女人就不会更改 我只取达瓦样宗 婚姻大师 让不着你 奈珍从来不考虑儿子的感受 只顾着自己的利益 白马一气之下偷偷跑了出去 此时达瓦样宗正在八阔街购买嫁妆 恰巧碰见了德勒府的巴桑 他要娶谁 达伦的女儿 梅多小姐 你骗人 这不可能 他没想到白马竟然欺骗了自己 这个性格泼辣的女孩 立刻骑上马直奔德勒府是要问个清楚 他要娶康萨嘎伦家的女儿 没躲小姐 白马 你这个骗子 你给我出来 奈珍这个恶毒的女人 她不管什么爱情 只顾着自己的利益 贵族世家的婚姻 历来都是家族等级的护人 经济利益的整合和全属力量的联盟 白马现在要娶一位康巴姑娘 显然颠覆了上层社会的联姻法则 等待她的将会是什么命运呢 若多端的帕甲竟然想纵火烧死达娃央宗 一是为了白马能够顺利迎娶梅多 二是因为达娃央宗发现了内针和帕甲的私会 他看见咱们俩在一块了 让他看见都不怕 要是让你儿子知道了 麻烦就大了 让德吉和扎西明媚过来 咱们碗里的苏油就吃不到嘴里了 那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为了不让事情败露 他精心地设计了这场火灾 帕甲的阴谋会得逞吗 白马终于和心爱的姑娘相见了 这几天发生了很多变故 但是两人的感情始终没变 他们约定晚上在拉萨河边的马尼堆会合 然后一起私奔去西康过日子 帕甲这个人心思特别重 为了早日达到自己的目的 就连家父去世他都不回去看一眼 可见这个人多么的狠心 当他正跟内征商量下一步计划时 恰巧被路过的达娃央宗发现了 这也为他引来了杀生之火 老爹并不同意达娃私奔 他已经做好了明日去拜访德勒福的准备 并把这个不听话的女儿锁在了屋子里 没想到这姑娘手脚麻里打算跳窗逃跑 此时帕甲正准备过来灭口 他立即命令手下去除掉达娃央宗 并把整个院子都撒上油 用大火让他们彻底消失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但是达娃央宗已经离开了这里 于是帕甲就找来一个妓女 反正尸体烧焦了谁也认不出来 到那时白马就彻底死心了 此时的白马正准备悄悄溜走 却不料扎西早就看破了他的心思 他虽然不是白马的亲生父亲 但对他却视如己出 早就为他准备好了一切 俄勒复在雅安那边有自己的伤好 如果你需要帮助 就把这封信交给丹增掌柜 他会安排好你的生活 还有 外面我给你背了一匹马 路上的花销 我都放在马的皮搭子里 快 上梯子吧 罢了 快 快走吧 快起来 真磨刺 赶紧走吧 让你阿玛拉看起来 你就走不成了 快 当达娃央宗来到河边时 并没有发现白马 等来的却是一个杀手 男人见她是个漂亮姑娘 临时起了色心 你本 过来 对呀 虽然达娃央宗拼命反抗逃跑 但还是被枪打中了 他跳进拉萨河不见了踪影 当白马赶到时 一切都晚了 他突然发现了远处的大火 那不正是达娃央宗租房的位置吗 不好一定是出事了 达娃央宗跟老爹的 他们在哪 少爷 他们都被伤死了 都死了 那你们为什么不救 白马万念俱灰 他拿着从火堆里找到了一物 久久不愿离开 扎西并不相信这是一场简单的火灾 他在屋里发现了定静灵香 这通常是马匪作恶之前所用之物 现在他已经猜到了是谁干的 只不过没有证据 他只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慢慢地等待机会 在内真既后悔又害怕 但是有些事情一旦开始 便再也没有了回头路 如今秦夫把自己的肚子搞得越来越大 只终究是包不住火 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扎西你压根就不相信这是意外失火 扎西一定怀疑放火的约翁就是你 只不过他还不清楚 你的动机是什么 如果这个时候 我们的关系暴老了 就等于不打自招 那我和我们两个都得掉脑袋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一个险恶的计划在怕假的脑子里形成 必须尽快除掉扎西和刺德吉 哪怕是不择手段 那场大火让扎西深感怀疑 他知道这一定跟他们逃不了干系 在德洛府他发现奈针经常从账上之前 并且都不是小数目 而且隔三差五的就与帕假见面 难道他们要行动了吗 在吃早饭时奈针又开始了孕土 扎西故意要请脏衣给他把卖 看看他的反应 刚珠 诺 二太太身体不好 你去请药王山的脏衣来给她看看 脑袖 脏衣 脏衣就算了吧 还要吃那苦药丸子 要我说 还是请两个懒吗 念念经 消消灾 老爷 太太 我吃好了 你们慢用啊 为了不打草惊蛇 现在还不是戳穿他的时候 德勒府里格强有二 扎西和刺德吉只好在河边商量着对策 他们已经预感到了危险 恶毒的人没有什么事不敢做的 他在外面有男人 这个我早就知道了 他的肚子也被搞大了 我没问过他 现在我也不想知道那个男人是谁 要想知道 问问他屋里的仆人就清楚了 没从他们嘴里 扣出点什么东西来 我才不会打草惊蛇呢 不愧是刺德吉 那真 他背后的男人是谁 不重要 重要的是 千万别惊着他 达娃央踪地出现坏了白马的婚事 同时也破坏了他们攀附康萨达伦的心思 这明摆着是怕假和那真干的 这活真的是你放的 我猜着了 怪不得我老做噩梦呢 但是要想让他们说出自己的罪行 简直比登天还难 他们一定会死不认证 甚至会狗急跳墙 扎西需要证据让他们百口难辨 一个引蛇出洞的计划形成了 扎西假意去成都送货 实则是为了引诱他们进行下一步行动 然后抓到狐狸的尾巴 在路途中扎西果然受到了埋伏 这些麻匪只害命不屠材 显然是受人指使的 扎西该如何应对呢 那你去账上给我之前 也给我支办一套 我要拉萨最奢侈的 要市值五千头牟牛的 几天前扎西和次德吉去成都送货 奈针就找来一伙麻匪去袭击他们 一旦得手奈针将会是整个德勒府的主人 但是那阵失算了 扎西不仅平安归来 还抓住了他的狐狸尾巴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扎西在半路果然遇到了埋伏 为了稳住麻匪 扎西谎称发现了一批先进的武器弹药 这可是麻匪最想要的东西 这一批英国制造的冲锋枪 机关枪 小钢炮 还有望远镜 哼 你唱戏呢 那么多宝贝天上掉下来的 还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这批宝贝 是盟军飞机 运往前线打日本鬼子的 结果飞机在天上出了故障 一头栽了下来 当家的 扎西承诺把这些武器都送给他们 只求留下整个驼队的性命 有头无脑的麻匪果然上当了 他们正慢慢进入扎西提前设好的圈套里 和共不一交手 就验证了扎西之前的判断 平常的麻匪都以抢劫驼队的货物 为目标 而他们却以袭击扎西和刺德级为目的 这显然是受雇于人 只使他们的人一定是内针和帕甲 眼下只要活捉共不一活 内针和帕甲就再也无法抵赖了 这边战队和刺德级早就做好了埋伏 就等着瓮中捉鳖了 别动 别动 打死谁 别动 别动 快走 这些神兵天将的喇嘛将马匪全部拿下 遗憾的是让共不给跑了 不过没关系其他马匪也一定认识帕甲 他们全部被带回拉萨 等待嘎夏的审判 此时德洛福里奈珍正在做着春秋大梦 他以为一切都以大功告成 没想到扎西和刺德级平安归来 这瞬间让他惊慌失措 巴桑 吩咐开门的 今天闭门谢客 谁也不见 啰嗦 还有 告诉院子里的大小奴仆 谁也不许外出 啰嗦 白姆 帮二太太添碗新的饭 最迟明天傍晚 钢珠和战队押送的马匪就会到达拉萨 马匪中肯定有人认识帕甲 到时候人证物证据在 帕甲必然会遭到地方政府的严惩 可那尊怎么办 他毕竟是白马的亲生母亲 扎西和刺德级再次起了侧影之心 这个女人真是又可恨又有些可怜 此时那针犹如热锅上的蚂蚁 心里非常恐惧 她的好日子到头了 她现在与帕甲已经彻底翻脸了 原来帕甲早有妻子 她接近那针只不过是基于德勒府的家产 那针这一次输得好惨 扎西在抓到那针和帕甲骇人的证据后 还没来得及审判他们 西藏的证据再次发生了变动 英国老在拉萨散布谣言 谎称热震活佛请求蒋介石派飞机轰炸拉萨 其真实目的是挑拨西藏与内地的关系 年迈的达闸摄政害怕极了 他必须除掉清汉派的热震活佛 此时在军营的白马发现藏军团有行动 顿感不妙 他用衣服写成密信通知扎西 让他尽快安排热震活佛撤离 没想到密信被内针先看到了 他觉得机会来了 扎西和白马都曾是多吉林寺的僧人 同属热震寺管辖 这是要给热震活佛报信呀 如果达闸摄政看到了 那将是灭顶之灾 这样自己和帕甲就有机会了 没想到帕甲得知扎西平安归来后 立刻翻了脸 她是我老婆 我在老家的女人 你骗我 你骗我 你什么这个破货 你凭什么跟我老婆撒眼 你以为你是谁呀 你不是说过 你要娶我的吗 娶你 我要不是看在 格勒夫名号的份上 我会碰你这个破货 胡致 你不是 我告诉你 我早就溺为你了 我早就应该像这一块破布一样把你蒸了 为了保全自己 她无情地抛弃了那针 那针被打以后走投无路 荒万中来到了土灯的家 这不是那针吗 你一定要帮帮我 一定要帮帮我 帮你 但我什么事都不知道啊 此时土灯一伙正在商议等马匪到拉萨之后 如何处置帕甲以及康萨 听那针说帕甲要跑 便立即对她实施抓捕 也就是在这时 土灯才知道达闸要对热阵动手 为什么不能像当年那样 投奔等达闸摄正佛的麾下 倒戈一击呢 时局随时在变化 是继续效忠热阵 还是转头达闸麾下呢 在土灯的心里保住家族的富贵才是最重要的 扎西和土灯这一次彻底闹败了 因为土灯背叛了心向祖国的热阵活佛 从而倒向了青鹰派的达闸摄政 并率领藏军滥杀无辜 土灯的大哥粘堆也不幸身亡 爱国的扎西虽极力反对 但也奈何不了手握军权的土灯 一场惨剧不可避免 就在昨天土灯从帕甲口中得知 达闸将对热阵下手的消息 他为了保全整个家族 选择了临阵倒戈 就这样土灯被任命为行动的副总指挥 这是在新主子达闸面前立功的好机会 他回到府上让大哥告诉热阵活佛不要离开寺院 实际上是怕热阵跑吗 扎西在得到消息之后 立即前去报信 但是一切都晚了 土灯绝对不会让他们见到热阵活佛 扎西对土灯的行为十分愤怒 达闸是典型的青鹰派 搞西藏独立脱离祖国 扎西宁可死也不会跟他们同流合污 扎西尊主 请你不要再执迷不悟 你这样会毁掉阿加勒的 扎登格勒 你也不要再助纣为虐 这样会毁了我们的血鱼相殿 这头只会说大话的声道 按照贵族老爷的仇端 依然长着下贱人的狮子 一切都来不及了 大批藏军早已包围了热阵寺 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交火 无奈实力差距太大 很快藏军就冲进了热阵寺 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这座建于宋代嘉幼年间的寺院 是扎西青年十七学经的地方 此时千年古刹就在他的眼前被摧毁了 几百名藏军官兵将热阵寺及其所属村庄洗劫一空 暴行整整持续了两天 他们抢得了不计其数的佛像唐卡 和整箱的金条银元 这些财物随着被逮捕的热阵活佛一起被运往拉萨 土灯的大哥也在冲突中不幸身亡 以牺牲大哥的代价保全了整个家族 虽然痛苦但土灯认为值了 刚刚赶来的内珍被眼前的一幕吓傻了 他非常后悔 如果他没把那封密信拦下来 也许就不会死这么多人 他已经没有脸面再回到德勒府 几天前土灯带领藏军袭击了热阵寺 并逮捕了热阵活佛和很多喇嘛 把他们全部送进拉萨的监狱里 当扎西看到这些受罪的喇嘛 心中悲痛万分 尤其是八十多岁的多吉林活佛 在寺庙时他把扎西和白马养大 如今老人家身陷危难之中 扎西却无能为力 现在唯一的办法是让白马赢取梅朵 因为梅朵的父亲康萨嘎伦是达闸摄政的重臣 他有权有势或许能挽救一些人 但是达娃阳宗并没有死 扎西不想逼迫白马娶一个不爱的女人 扎西又想到了用钱去贿赂官员 即使不能救出喇嘛 至少可以让他们免受皮肉之苦 四德吉的一番话更是让很多人为之感动 他们拿出了很多钱财 却连打闸摄政的影子都没见到 而卓嘎自从沾堆去世以后 便宜并不起 最终带着对土灯的埋怨 去了另一个世界 赐德吉如今更加痛恨土灯 1947年5月的一个夜晚 热震活佛痛苦的叫声响彻拉萨城的上空 很多人都听到了他们传言活佛是被蹂躏而死 土灯没想到热震活佛落下了这么的下场 他庆幸自己及时转换队伍 否则整个府上的人下场会更惨 另一边嘎下的公堂上 官员正在讨论如何给扎西定罪 因为他曾去给热震报信 没想到帕甲竟然站出来反对 他可不是良心发现 目的是基于德勒府的财产 一个喇嘛要多少钱 那你觉得 那一个喇嘛值多少钱啊 扎西和刺德吉开始把德勒府各地的钱都汇聚到一起 然后由帕甲转交给达扎的管家 德勒府的银员和藏钞终于起了作用 达扎一伙开始陆续释放被关押的喇嘛 就算是散尽家财扎西和刺德吉也无怨无悔 刺德吉甚至把德勒府珍藏二百多年的盒子都奉献出来 帕甲的目的达到了 那副丑恶的嘴脸已经乐开了花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支持扎西的队伍中 时至今日已经释放了二百八十多人 但是最重要的人物还没有救出来 帕甲想依靠多吉林活佛狠狠地敲诈一笔 八十多岁的老活佛已经经不起折腾了 况且在寺庙里还是他把扎西养大 如果我住进德勒府每日给金佛磕头 不是更方便吗 帕甲狮子大开口想要德勒府的府院 并且让扎西和刺德吉离开拉萨永远不要回来 他的阴谋会得逞吗 但这一切都是帕甲一手策划的 他迟迟不肯放出监狱里的多吉林活佛 就是以此来要挟扎西 从而索要德勒府的府院 扎西很为难 一方面是把自己养大的老师 另一方面德勒府里次德吉才是真正的主人 但是他没想到次德吉会如此的康慨 只要能把多吉林活佛给接出来 就把这府院给他吧 德吉 这个府院可不能丢啊 这是德勒家族的根基啊 没那么严重 你看人家索康府还有嘎雪八府 给内地运抗战物资发了财 都到城外开别墅去了 谁要这百年老院啊 他们能去 我们也能去 人家到郊区那是住别墅 我们住哪啊 哪好住哪呗 这拉萨城你还没住够啊 走了也好 这个破贵族 我们不当了 只要多吉林活佛能平安释放 只要能跟扎西在一起 他愿意付出所有 就这样帕贾如愿得到了德勒府的房契 达娃阳宗一直居住在康萨府 梅斗小姐对他照顾有加 他也终于见到了白马 一边是两情相悦 另一边却是无情的单相思 康萨达伦看到德勒府如今的状况 利用婚约与扎西结盟已经毫无意义了 他们距离破产只有一步之遥 但是这个时候提出毁婚实在是理亏 会被人笑话是落井下石 现在他认了达娃阳宗为干女儿 可以把她嫁过来 这岂不是两全其美 自己还能做个顺水人情 前方是日思夜想的故乡 身后是神圣的布达拉宫 扎西和次德吉就这样失去了拉萨城里的一切 此时他们的家已经归帕贾所有 帕贾如今可谓春风得意 既得到了德勒府的大房子 又身为了市政衙门的长官 大家注意看 小人得志就是这一副嘴脸 让一个贵族女人一下子变成了平民百姓 扎西从内心当中觉得对不起次德吉 德吉 委屈你了 没什么好委屈的 你看 我们在拉萨经历了那么多 老人人亲福 已经换了主人 永丹府呢 已经后继无人了 虽然我们的福被人家占了 可是老哥人精兴旺啊 这不 我们的儿子要娶媳妇了 我有什么不知足的 次德吉从来都是一个名士里的女人 选择扎西他今生无怨无悔 当扎西看到老家的大房子是很吃惊 你个大男人做的都是大事业 这些年 光往内地抗占运物资了 我们富到人家呢 就只能替巴拉阿玛拉 咱点好日子呗 他此时才恍然大悟 次德吉每年都会从账上支一笔钱 这笔钱的用项一直都是个谜 原来他只派巴桑管家在自己的老家 为阿爸阿妈置办了这个庄园 从此他们远离贵族间的勾心斗角 回归到自然淳朴的乡村生活 虽然穷点 但是很快乐 就算是扎西远离拉萨 怕甲还是怕他会卷土重来 他又想出了什么恶毒的招数呢 德吉不知道应该高兴还是难过 兰泽六岁那年因病去世 次德吉悲伤至极 失去女儿的痛苦一直伴随至今 如今兰泽从天而降出现在眼前 他却高兴不起来 因为今天是兰泽和白马结婚的日子 他们可是同父异母的兄妹 这可如何是好呀 让我们从头说起吧 扎西和次德吉从拉萨回到庄园 从千万身家到如今的一无所有 但是他们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 这里没有尔虞我诈 没有勾心斗角 只有一望无际的青柯蒂 今天是白马和达娃央宗结婚的日子 梅朵就像对待亲姐妹那样为央宗梳妆 央宗感动得泪流满面 因为梅朵对她太好了 梅朵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白马娶了别的女孩 没有嫉妒 只有祝福 她把那份真挚的爱埋藏在心底 大喜之日央宗没有忘记她的救命恩人 她请求康萨还塔巴自由之身 从此一直陪伴在左右 此时那个罪孽深重的帕甲也穿上了黄缎子 现在她已经平不清云名利双收 虽然西藏的政局已经稳定 但是达娃一伙对扎西的存在仍然很不放心 即使扎西已经远离了拉萨 扎西顿珠不得不妨 现在机会来了 趁着白马结婚大家都放松警惕时 帕甲将炸弹放进了礼盒中 并谎称是多吉林活佛送的 一定要扎西亲自打开 然后安排替罪羊送到扎西的手上 这个小人真是太坏了 这是扎西家最热闹最高兴的一天 两位新人历经坎坷终于走到了一起 达瓦央宗拿出了陪伴在身边多年的羊娃娃 告慰在火灾中死去老爹的在天之灵 当次德吉看到羊娃娃是感觉特别眼熟 没错这是他当年亲手给羊娃娃缝的藏状 原来当年兰泽在拉萨河边被好心人捡到 后来被送到华西邪和大学治病 并完全康复了 就是六岁之前的事都不记得 阿姆拉 阿姆拉 我这造的是什么孽呀 莫莫拉 莫莫拉 你怎么了 不不死 不不死 我这造的是什么孽呀 蓝子 你还记得我吗 真的不记得我了 我是阿姆拉 我是阿姆拉呀 蓝泽 你看 这个娃娃 是你爸来送给你的 阿姆拉亲手给她缝上藏状 你不记得了吗 阿姆拉经常 让她给你唱歌呀 跳舞呀 你不记得了吗 蓝泽 蓝 蓝泽 谁呀 你就是蓝泽呀 你就是我的女儿蓝泽 六岁那年 你生了一场大病 我们都以为你死了 给你进行了水葬 可是 谁想到你还活着 我 你都长这么大了 蓝泽 我是你的亲生女儿 对 你是我的亲生女儿 太好了 那 那白马呢 白马 白马 他是你同父异母的哥哥 命运真是捉弄人 谁也没想到蓝泽会以这种方式和次德级再次相遇 次德级和央宗都明白 敬亲通婚是雪域高原最大的禁忌 一旦为敬 人们会是其微邪魔的化身 冥冥之中 怎么会让白马遇上央宗呢 真是造化弄人 这个婚还能结吗 怕假送来的炸弹会害死扎西吗 阿娃央宗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他明白已不能跟白马长相厮守 于是留下了一封书信不辞而别 白马少爷 我走了 你不要找我 待我照顾好阿爸阿妈 这 这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扎西和白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准备骑上快马去寻找他的下落 这时悲伤过度的次德级回到了房间 当他看到央宗的书信后 又增添了几分忧伤 无意间他打开了这个炸弹礼盒 这个美丽善良 端庄大度 温柔体贴 贤良舒德 通情达理的女人 就这样被帕甲害死了 次德级的离去仿佛也带走了扎西的生命 他不断回忆曾经的点点滴滴 从此扎西的世界里失去了灵魂 他最爱的次德级再也回不来了 这种痛苦的感觉无法用语言形容 帕甲为了不被发现罪行 把这个送炸弹的康萨加奴仆 彻底圈禁了起来 让扎西永远也找不到证据 时间来到20世纪50年代 所向披靡的解放军 正在为解放龙奴的事业向西藏进发 打扎这个青鹰派开始大量征兵 准备与解放军在高原上一决高下 白马是军队出身 他想为保卫西藏出一份力量 扎西并不同意 因为他深知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厉害 他从广播中得知 整个淮海战役他们就歼灭 国民党反动派50多万人 更何况当今的达下五尺腐朽又堕落 根本不值得保卫 可是白马就是个固执己见的人 他带领庄园里的人奔赴了战场 扎西早早地在山顶为他们送行 扎西只能为白马他们在心里祈祷了 前方战士吃紧 可是扎下里的一些人 却还在请法师占卜兄弟 可见年迈的达闸摄政是多么的昏庸 此时前线传来消息 以昌都为中心的西藏东部已经解放 藏军主力基本被歼灭 达闸摄政的抵抗政策彻底失败 他只好宣布退位 由年轻的十四世达赖喇嘛正式接管西藏政权 西藏的政局又发生了变化 扎西韬光养晦这么多年 终于到了该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扎西凭借着聪明才智 终于拿回了被霸占的德勒夫 而帕甲这个小人只能是土豆搬家 那么扎西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几天前扎西故意放出消息 他以高价收购牧场和庄园 这对于那些即将离开拉萨的人简直是雪中送炭 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引出一个人 此人正是达闸摄政的管家 曾经就是他与帕甲一起敲诈了德勒夫很多的牧场和庄园 他此行的目的不言而喻 就是拿着当年敲诈的牧场来变现的 德勒老爷 我们都是出家人 拿懂的精英庄园牧场 德勒老爷 你要真想把他当布施 供奉僧佛 倒不如收回他们 再资助一些献饮 作为盘缠 供我们这些佛门子弟 去印度使用 扎西故意挑拨他和帕甲之间的关系 谎称当年帕甲得到的钱财远布置这些 连德勒夫在印度的商号都要去了 我还把德勒夫在嘎伦堡的商号 以及在加尔戈达银行的存款 都给您送过去了 有这事 我还记得 是您让帕甲大人一手办的 这事您忘了 这招很管用已经让管家中计 帕甲竟然私自独吞财物 管家一定要当面问得清楚 扎西这招叫狗咬狗 让他们两败俱伤 管家不仅抢走了金佛 还献帕甲三日之内交出所有商号的契约 否则就让他们全家下地狱 帕甲走投无路 只好找到当年同样得到不义制裁的尼玛 他希望尼玛能拿出当年的那箱珠宝 尽献给管家 或许能保住性命 但是进入口中的钱财怎么会轻易吐出来呢 帕甲打算鱼死网破 干脆除掉管家算了 不过现在他又被尼玛大人盯上了 总之不拿出商号的契约 他是没有好日子了 明天上午以前 要是不把契约和账本交到我手上了 我就把你的尿挤出来 走 帕甲再次求救土灯 他是个聪明的人 只不过没用对地方 在土灯这里他再次找到了求生之路 对土灯来说 帕甲还是有利用价值的 因为他掌握着热震活佛之死的秘密 这是未来可以随时打倒政治对手的力气 留着帕甲力大于弊 命是保住了 但是德勒府必须还给扎西 但是怎么回事 是 什么炸弹啊 他要了刺得己的性命 她是一个多么善良的女人 可是你们却杀害了她 你说什么呢 什么炸弹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可以不承认 我今天撬不开你的嘴 等我找到证据 我一定让你死得很难看 跟住 诺 把她给我轰出去 诺 走 走 你干什么 你 你走着 走 走 花家 走啊 你个张主 你不想回 放手 花家 会有那么一天的 不远了 我不会饶恕你 快出去 滚 你们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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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仅仅是扎西的第一步计划 杀害次得己的仇 她早晚要报 只不过目前还没有证据 怕假来德勒府时有多风光 离开时就有多狼狈 这就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时候味道 扎西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德勒府 她不禁再次流下了眼泪 整个屋子里都是关于次得己的回忆 如果能有来世 不管多大的困难 扎西还要义无反顾地跟她在一起 这个善良的女人从此只能留存在扎西的心里 在别人都要离开拉萨的时候 她哪里也不去只留在德勒府 扎西信佛 她相信如果次得己转世 一定还会回到这里 扎西就在这一直等着她 你呀谁又是你 我只能够爱你一生 就能爱你一世 那位被一次 声言给超度的女子 满回春意 在佛法中轻轻地扬行 她无意间 得机会 回头看了我一眼 水雨高了 我们又回来了 如果你转世再来 这还是你的家 回来看看吧 灵火开了 满世界全是 红色的微笑 此时土灯正在家中担忧自己的处境 因为达赖佛爷已经前往边境小镇亚东避难 土灯则被下令留守拉萨 这个时候没有哪个官员愿意留下 而扎西的到来 正好可以帮助她 扎西提出愿意替代土灯留守拉萨 还会给她一些钱 前提是土灯要帮她谋个前两局的四品官 不管时局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我都不会离开拉萨 你把我的想法 真实地禀报给卡夏 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你真不走 你们走 我留下 那你告诉我 这到底是为什么 你阿加拉 转世再来 一定会得乐福来找我们 我不能让她失望 在这个时候还想着当官 土灯认为扎西一定是疯了 但是扎西这样做有她自己的打算 她愁愁满之地准备去上班 却没想到如今的政府已经形同虚设 随便报得到就可以回家里办公了 这时在布达拉宫的脚下 扎西发现了跟白马一起去前线的编霸 他们不是去战场了吗 怎么会在这里呢 原来他们刚到前线就被打散了 白马至今下落不明 扎西在心中祈祷千万别出意外 德洛府如今已经囤积了大量青柯和苏油等粮食 扎西的所作所为越来越让人看不懂 人们都在卖粮卖底 扎西却大量地收购粮草 印度大米3600藏克 苏油590藏克 今年新打的青柯26730藏克 去年陈青柯11800藏克 风干牦牛肉720代 整个德洛府就是一百年也吃不完呀 原来他在做一场好赌 赌对了将会大赚一笔 他如今更在乎的是白马的安危 他究竟在哪里 会不会有危险 既真有经商的头脑 他的赌注下队了 当人们都在卖房卖地准备离开拉萨时 他却囤积了大量的粮食 人们都觉得他疯了 没想到这些粮食全部被解放军收购了 既赚到了钱 又帮助解放军解决了粮草的难题 真是一举两得 深夜扎西最担心的人回来了 白马一进屋就给扎西下跪 他明白了扎西不让他去战场的良苦用心 白马虽然被俘 但是这次经历也让他知道了解放军的好 给我们好吃 好喝 后来还发了钱粉证明 最后 还给我们每个人发了口粮 回家所需的 一些饮料 不认每个人可以得到两块大样 我是少爷 是贵族 发了我五块 恩少爷 他们解放军 够有钱的 前三那天 大概发了有几万块大样 是我们吃几头猫牛土来的 扎西听到了解放军的种种事迹之后 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有了如此爱护人民的军队 西藏必然会安然无恙越来越好 同时自己囤积的粮食也有了用武之地 八个月后 阿佩阿旺金梅等五位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 与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签订了17条协议 西藏和平解放 时事班禅大师声明并致电毛主席 坚决拥护17条协议 拥护和平解放西藏 在经过数月的煎熬和等待后 扎西和拉萨的僧俗民众又看到了吉祥的彩云 达赖喇嘛和嘎夏的主要官员重新回到拉萨 随后解放军各路近藏部队 也分批到达拉萨 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 中央不予变更 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 中央亦不予变更 这条表明了 中央政府对我们极大的尊重 扎西曾做过种种不好的假设 他没想到解放军是如此的爱护人民 多吉林活佛说的没错 北京的毛主席一样是守护西藏的大户主 德勒夫的粮食都卖给了有需要的解放军 真真正正地体现出了汉藏一家亲 但是德勒夫的所作所为 引起了很多官员的嫉妒和不满 扎西赚钱他们眼红 扎西跟解放军关系好他们眼馋 军队驻扎拉萨又害怕威胁到他们的利益 所以就想方设法地搞破坏 总之扎西已经成为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 虽然抵不过解放军的枪炮 但是我们可以断他们的粮枣 把他们饿死 困死在高原之上 你 还有那些吃里扒外的畜生 破坏了我们整个计划 扎西和土灯再次产生了分歧 不是一路人终究不能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扎西卖粮租地给解放军 这触及到了土灯等一些官员的利益 他们害怕以后会自身难保 所以土灯下定决心要除掉扎西 土灯首先想到的是哄抬粮架 他暗地里只使贵族们大量的存粮 从而导致市面上的粮食越来越少 这样就会把粮价抬高的同时 也让后续的进葬部队酬粮困难 面对这些人的从中作梗 扎西究竟该如何应对呢 德勒府迎来了解放军的陈主任 他是来感谢扎西的 扎西的粮食和房子 让战士们在高原上不再寒冷 陈主任也是白马在战场上的救命恩人 两人真的是相见恨晚 陈主任提到的人人平等 不分等级不分贵贱 让人世间不再有剥削 也不再有压迫等思想 与扎西这个佛教徒普度众生的 宏愿不谋而合 他们就向多年未见的好友交谈甚欢 我们共产党希望 西藏不光是大贵族 小贵族 大活佛 小喇叭 还有占西藏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 柴巴 堆穷 朗生 甚至被称为黑骨头的铁匠 屠户 都能过上不愁吃 不愁穿的好日子 人世间 不再有剥削 也不再有压迫 到那时 才算是真正实现了 普度众生的宏愿 从白天一直聊到深夜 扎西已经很多年没有这么高兴过了 此时八阔街的青柯疯狂涨价 百姓苦不堪言 只有德勒福始终维持原价 很快就被一抢而空 土灯一火正在暗暗得意 如今的混乱局面正是他们想看到的 万万没想到 之前扎西存的粮食太多了 他还担心放久了会发霉 这下好了又派上用场了 他要用全部的家底来稳住粮食的价格 扎西这么做完全打乱了土灯的计划 两人吵得不可开交 扎西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 因为这支队伍所做的一切他都看在眼里 土灯顽固不化 又奈何不了扎西 一个恶毒的计划正在酝酿之中 他们想除掉扎西 于是在他卖给军队的粮食里下药 企图借刀杀人 就这样扎西被带到嘎夏审问 他一时里不出头绪 并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但他可以肯定这就是土灯和帕甲的阴谋 土灯不断地煽风点火 企图把事情无限放大 当时国民党驻拉萨办事处 替德勒商队在内地疏通渠道 扎西因此挣了很多钱 他们的关系那是非同一般的 这个情况很重要 扎西被免去了官职 从此不得离开德勒府半部 土灯的计划还是出现了纰漏 他们原本的想法是利用有毒的清科夺人性命 这样扎西就不是丢掉官职那么简单了 扮在清科里的药 是采自莫托的毒树根和毒蚝草 研磨发酵而成 按说这么大伎量 就算侥幸没毒死 也会伤了脾脏 活不了多久了 绝不会拉几趟稀释就能完的 这事也太奇怪了 没想到这个军医很厉害 通过治疗战士们并无大碍 扎西觉得此事必有蹊跷 于是派白马去军营一探究竟 没想到军营里的陈主任已经停止了 白马没见到他还被冤枉了 他有些恼火说了气话 被扎西一个耳光打得离家出走 其实这是他们父子演的一出戏 一切都是给土灯看的 接下来白马将开始他的表演 土灯没能除掉扎西 每天都在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在心中思考着对策 现在机会来了 白马离家出走后整日赌博 把钱输得一干二净 土灯决定从白马这里打开突破口 他挑拨白马和扎西之间的关系 甚至还许给他一个六品官 扎西和我们沾不上边 德勒府真正的主人是你 掌管这个家族事务的 也必须是你 我后边应该怎么做 我听你的 剥夺扎西在德勒府的权利 也就是为土灯一火扫清了障碍 白马年轻好控制让他当家做主 也就是把德勒府拉到了自己这头 白马见到土灯已经上钩了 更是要把戏远足 回到德勒府就要跟扎西分家 非要接手德勒府的买卖 扎西承诺如果白马能把德勒府 库存的羊毛都卖了 这个家就由他来当 你要是赚定了这套买卖 我就把德勒府的家业全都让你来操持 也禀告嘎下 将世袭的四品官传给你 我回乡下养老去 但是这么大的货量 仅靠家里的三百头罗马是远远不够的 土灯得知以后 调集了七百头罗马支持他 期盼着白马早日当家做主 就这样白马带领着上千驼队出发了 土灯还不知道他已经中了白马的圈套 白马要用这庞大的驼队做什么呢 天前帕甲偷偷给清科里下了毒 导致部队战士全部病爆 这些粮食正是扎西卖给解放军的 他们企图借刀杀人 聪明的解放军当然不会轻易上当 通过长时间相处 他们深知扎西的人品 为了麻痹真正的凶手 他们假装去政府告状 有意制造解放军和德勒府产生隔阂的假象 圈禁在家里 这样也好至少可以保证他的安全 扎西让白马去军营找陈主任了解情况 于是这两个年轻人就制定了一套计划 此时部队为了解决粮草问题 在拉萨城外买下了一块荒地 但是缺少开荒用的工具 雪鱼高原山高路远 汽车又无法运输 该怎么办呢 聪明的白马开始了他的表演 他故意制造跟土灯相遇的机会 然后谎称要自立门户 首先就需要接管德勒府的买卖 他现在被圈禁在家中 今年我家牧场上牛羊毛的生意 他也插不上手管 我觉得 我应该借过来 跑一趟印度 这件事如果干漂亮了 我再当上书记官 看府上 谁还敢瞧瞧我 如果把家里的羊毛全都卖了 那么也就证明自己有了接管德勒府的能力 剥夺扎西在德勒府的权利 正是土灯想看到了 他没有理由不帮助白马 德勒府的羊毛数量巨大 土灯帮助白马筹备了上千头罗马 一切都在按着计划进行 当白马带着驼队回来的那一刻 这些坏人都傻眼了 是中央紧急调拨给驻葬部队的 现在借用你们的驼队终于运上来了 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才好 原来中央调拨的粮食和开荒工具运不上来 所以白马就将计就计 利用土灯筹备的驼队 成功把物资运输到雪域高原 投机不成十八米 这可把他们气坏了 你们家的陀队给解放军运东西 也就罢了 怎么还把拉萨那么多罗邦都拐带进去 卢康瓦大人 这是我的实责 但我是被德勒府府村给耍了 等解放军有了大米 有了铁钢 铁锹 我们想扼走他们的计划 就彻底破产了 是啊 现在跟解放军站在一起的 大活佛 大喇嘛 大贵族是越来越多 找这个势头下去 我们会越来越孤立 这对我们很不利啊 各位大人 这吉隆的利害关系 我当然知晓 可我们的计划破产了 破产了 人情感伦 而白马成功地帮助扎西城清了污险 又当上了土灯风他的六品官 真是一举两得 而扎西对这位解放军真是越来越钦佩了 多年未见的亲生儿子回来了 扎西的心里五味杂陈 有些惊喜又很伤感 惊喜的是阿绝已经平安长大成人 伤感的是扎西又想起了刺德吉 如果他再该有多好 如今在天之灵应该也会感到欣慰吧 阿绝六岁那年被送去西康当活佛 没想到这一离开静世与次德吉的永远 阿绝为什么会突然回来呢 土灯一伙多次为难扎西 却都被扎西化解 现在他们又把目光投向了扎西的亲儿子 只要控制了阿绝就等于控制了德勒夫 为此帕甲亲自前往西康 阿绝年纪小容易被迷惑 如今跟反动派走得又很近 这是个非常好的突破口 此时土灯的二夫人穷达从印度回到了拉萨 这些年在印度他名念上是照顾两个孩子上学 暗地里已经跟反动派穿上了一条裤子 他回到拉萨就是要和坏人一起策动一场阴谋 不过这一切都被强疤的妻子央卓听到了 拉萨这边土灯一伙也在策动暴乱 他们动员拉萨一些闲杂人等 准备与境外的势力联合对付解放军 而穷达就是他们之间的联络员 虽然他恨土灯 但他们也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土灯这个色鬼见到穷达先不谈工作 准备去楼上打一把扑克 对阿绝来说 德勒夫的点点滴滴都没有变 就是那个最疼爱他的妈妈不见了 香 香香也不能往奶茬杯子里倒呀 你要是这样子的话 巴拉回来是要拍你小屁股的 我不怕 他拍了我的屁股 会拿糖豆红我 还会让我挤到他脖子上 你这个小花舌子 巴拉不拍你屁股 阿绝来拍你的小屁股 快 看阿绝的小屁股 阿绝的小屁股 是哪个恶魔夺走了阿妈了的性命 阿绝 我也一直在找凶手 污水推进 河滩上的石头 终究会漏出来 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那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 告诉你有什么用呢 你在西康修行 我们怎么告诉你 土灯打完扑克就来到了德勒夫 他要寻求与阿绝单独相处的机会 扎西突然意识到 阿绝突然回到拉萨并不那么简单 但是阿绝年纪小容易偏激 直接阻拦恐怕会产生逆反心理 土灯抓住机会 便不断挑拨扎西和阿绝的关系 但是阿绝并不傻 能感受到土灯在刻意拉拢他 阿绝想成为大活佛 就必须利用土灯在政府里的关系 让他成为自己的靠山 眼看阿绝不上钩 土灯把自己的夫人都豁出去了 他故意制造穷达与阿绝相遇的机会 用美色来引诱他 阿绝虽然是个喇嘛 但是却有些好色 在解放军的联谊会上 他被穷达身上迷人的芳香所倾倒 从此无法自拔 鱼儿咬钩了 眼前的这一幕非常的荒唐 这个年轻男子竟然跟小姨娘鬼混到一起 能发生这么龌龊的事 正是土灯策划的一场阴谋 他为了瓦解德勒夫 决定从内部制造矛盾 不惜用自己的夫人去诱惑阿绝 热震寺即将为活佛转世灵同举行坐床大典 扎西是一定要去参加的 而他离开德勒夫 土灯正好可以进一步拉拢阿绝 于是他立即解除了扎西的圈禁令 扎西原本想带着阿绝一起去 没想到被他拒绝了 阿绝从心里敌视内地的汉人 他自然也不会喜欢当年那位著名的 维护统一是阿绝所不能接受的 那天晚上的相遇 让他鬼迷心窍 你帮我来一下 这边 还有这儿 最终还是没能忍住诱惑 殊不知他已经进入了提前设好的圈套里 土灯早就知道阿绝是打麻将的高手 所以他故意手气不好输光了钱 然后假装要用穷达做赌注 这一切都是演给阿绝看的 这老爷的钱花不完 直接赏给大家好了 来 对 赏了 都给我捡进来 天色不早了 散了 散了吧 玩 接着玩 钱都赏尽了 您还怎么玩啊 这不是还有她呢吗 啊 这可是当年人亲老嘎伦的小姐 虽然不值什么钱 咱们也能只挣一百银元 来 给我压上 喜不得 这可喜不得 干不 我说使得就使得 来 当阿绝坐上麻将桌的那一刻 就彻底入套了 他帮土灯赢了很多钱 还赎回了穷达 就这样二人顺理成章地绑在了一起 穷达又开始演戏卖惨 换取阿绝的可怜 两代人就这样发生了如此荒唐的一幕 穷达也顺利地打进了德勒府内部 他让四个仆人把我扒光扔在床上 那个时候 我在十六岁 白马苦心相劝 但阿绝已经走火入魔 谁的话也不听 而穷达倒是很大方 他不介意同时拥有白马和阿绝这对兄弟 目的是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 让他们反目成仇 我想 不如你和白马 学他们一样 我们三个人在一块 兄弟不分家多好呀 根本就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 我大哥根本就不会同意 那可不一定 白马当然不会像阿绝这样无耻 于是他们就偷偷地给他下药 让他昏睡不醒 然后制造出穷达被非礼的假象 阿绝这个不经世事的孩子 还是很好骗的 白马一气之下选择离家出走 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穷达的目的达到了 看起来像个正经人 其实你比谁都卧龊 阿绝为了哄穷大开心 竟然拿走了扎西的心爱之物 这可是当年赐德级送给扎西的 扎西回来后看到这一切 直接被气个半死 不 你说的对 只有分了家 我说话才有分量 才有支配权 这样 对你对我 都有保障 注意看这个小姨竟然喜欢吃外甥的耳朵 从外甥的表情上来看应该挺舒服的 人耳朵难道比猪耳朵还好吃吗 不过下一秒穷达的肚子就开始拼命地疼 一看就不是好美 在当年的血浴高原这种病根本没办法诊断 穷达疼痛难忍 阿绝却还在为他一遍遍念着消灾经 要说扎西这个人就是善良 他不顾前嫌以救人为主 让白马去请解放军的叶大夫 经过检查室急性懒尾炎 必须开刀切掉盲肠 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此时土灯也得知了消息 在这种时候他还在计划着阴谋 明知道活佛的神物治病是胡说八道 却非要让穷达吃下 手术非常成功 护士把神物当作垃圾带走 这时土灯就要以解放军亵渎神物大作文章 认为这是不尊重藏人的习俗 亵渎他们的精神信仰 你们解放军口口声声说 尊重我们的民族习俗 十七条协议上明明写着 尊重我们的精神信仰 就连梅朵这个藏族小姐姐都看不下去了 这简直就是鸡蛋里挑骨头 扎西立刻意识到 给解放军扣上一个亵渎宗教的罪名 是一个预谋 土灯一伙正在煽动各界民众向中央代表请愿 企图破坏汉藏关系 神物事件将成为他们制造事端最有利的借口 如果事态扩大后果将不堪设想 扎西想改变这一切 可如今就连亲生儿子都站在了队里面 一份的意思就是 我们德勒夫要和红汉人划清界限 对抗到底 你们 喘通好了吧 很快扎西就遭到了算计 德勒夫的门外聚集了大量的马匪 扎西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 而这个大孝子却十分欢迎这些马匪 还真是有些六亲不认 第二天一早扎西就被枪声惊醒 马匪的不断挑衅 让他父辈受敌 此时大孝子正在做春秋大梦 让他们围护了德勒夫 这就是我跟巴勒 历清界限的态度 在大师大妃面前 你倒是很果断啊 多谢姨父 我刚回拉萨 政治人脉还不熟 以后还得靠姨父多多提携 那是自然的 看着吧 如果红汉人退缩了 巴勒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到时候我顶了德勒夫 绝不会像他那么窝囊 我一定会成就一番大事 这个人连亲生父亲都能背叛 还有什么人能够被他放在心上呢 就连土灯都觉得这个人生性十足 男人为了报答昔日的恩情 被坏人割掉了舌头 就连老婆也被人杀害了 原来几天前央卓无意间听到 土灯一伙准备联合反动派在拉萨挑起事端 首先有危险的必然是爱护解放军的德勒夫 强巴曾受到过扎西和次德级的恩惠 危急关头他必须舍身取义 于是他和老婆偷偷地逃出庄园 徒步前往拉萨报信 没成想刚走到半路就被追上了 央卓不幸被子弹打中 强巴则侥幸被尼姑救下才躲过一劫 原来内真知道自己罪孽深重 现在以出家为尼 当他得知德勒夫有难时 决定亲自护送强巴 没想到这些人早已提前做好了埋伏 强巴刚到就被土灯的人抓走了 这一切都被钢猪看得清清楚楚 扎西命钢猪立即前去要人 没想到土灯已经割了强巴的舌头 他不会写字又不能说话了 活生生地要把人挤死 而扎西现在最头疼的是这个大孝子 他已经被穷达迷的灵魂出窍了 穷达这个情场老手突然挽起了消失 这招叫欲擒故纵 让阿绝更加地离不开他 阿绝受到穷达的蛊惑 非要与扎西分家自立门户 看来多年的经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想分家 死了这个念头 扎西心里焦脆痛不欲生 他怎么也想不到竟然会生出这样的儿子 帕甲在大街上遇到了昔日的情人奈珍 他整天都在研究对付扎西的计划 一直没找到出气制胜的手段 眼前的奈珍从天而降 一个恶毒的计划又形成了 帕甲先是告诉阿绝当年他出家的秘密 然后引诱白马找到生母奈珍 白马不忍心母亲受苦 把他接回了德勒府 扎西没想到奈珍会以这种身份出现 虽然曾经他们的关系并不融洽 但毕竟都已是过眼云烟 就在这时聪明的阿绝出现了 他已经知道了当年出家的真相 对着那针就是一顿输出 与白马的关系更是达到了不可缓和 自从阿绝回来后就没有消停过 十几年前的往事不断浮现在扎西的眼前 他对阿绝真是幼气 又觉得对不起他 第二天阿绝带领一群人马就要逼宫 我还要当德勒府的主人 我要把他们都用轰出去 我永远也不想再见到他们 您看行吧 芭拉 生了你这么个孽障 我是活佛 你怎么敢打活佛呢 我打的就是你 打的就是活佛 他们不断地殴打那针 以此来要挟扎西离开德勒府 扎西不得已只能又一次离开拉萨 但是他把钢珠留在了德勒府 算是安插在阿绝身边的眼线 而帕甲当然不会看着扎西平安离开 他安排了马匪再一次想弄死扎西 女人在新婚当天得知老公是同父异母的哥哥后 选择了不辞而别 没想到半路遇到了一伙马匪 这个挨牵刀的马匪头目叫贡布 他无情地把达娃阳宗给糟蹋了 达娃阳宗从此跟着贡布走南闯北 吃尽了苦头实在让人不能理解 德勒府这边扎西被孝顺的儿子气个半死 他被赶出了德勒府 准备回到阿玛庄园 帕甲再次找到贡布 他非要扎西的命不可 消息传到了达娃阳宗的耳朵里 情况万分紧急 此时扎西还被蒙在鼓里 完全不知道危险的存在 就在贡布准备动手时 解放军突然神兵天降 贡布瞬间被吓破了的 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我们来护送你一场 谢谢 真是太感谢了 离子 到 注意警戒 是 一班 给我走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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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驾 等下来 那娘的我说撤就撤 反不怕完 他不是要回阿玛庄园吗 等人民代表的事闹出名堂了 咱们回头再收拾他 驾 驾 报告 陈主任 麻飞跑了 知道了 看来 梅朵小姐的情报 还是准确的 原来杨宗得到消息后 及时地通知了梅朵 从背后保护了他们的安全 供布前脚刺杀扎西不成 后脚就被扎西的儿子 请到了家里 你说阿玛到底是愚蠢还是愚蠢 他们已经把德勒府当成了据点 开始策划着下一步的计划 达瓦阳宗也回到了德勒府 当他得知赐德籍去世的消息后 拿着给他缝好的衣服 回想起曾经的一幕幕 忍不住放声大哭 你是我的新生女儿 你好 好想送童谣的天来 天堂不遥 怎么了 你在吗 妈妈 你怎么跑开我们就走了呢 怎么了 你可 明儿有自己的钱 那西康 她以为你值班了康妈儿的女装 妈妈 这钱是干净的 妈妈 她是因为有你 我才能活下来 是你 女儿在外面 吃了好多的苦 受了好多的磨难 我现在搞截头身 妈妈妈你知道的 女儿不是冤命了 女儿是希望有一天能回来 妈妈妈女儿能再见到你 扎西在半路被多吉林活佛请到了寺院里 老活佛一语点醒梦中人 扎西不能这么一走了之 这样德洛府就完全掌控在土灯的手里 可是次德吉已经不在了 他怎么能拯救阿爵呢 扎西在葬礼新年这天偷偷回到拉萨 伪装成喇嘛的模样 要想让阿爵警醒 扎西需要一个重要的人证 就是当年受人指使送炸弹的刺王 只要抓住他就可以指认幕后的凶手 从而让阿爵认清土灯和帕甲等人的真面目 年轻人知道自己犯了错 准备磕十万次长头请求得到原谅 扎西费尽心机 终于让这个混账儿子走上了正道 原来阿爵受到坏人的蛊惑 不仅把扎西赶出了德洛府 还要蓄意破坏汉藏关系 而挽救他的唯一办法 就是让他知道当年母亲是怎么被害死的 认清这些人的真实面目 扎西偷偷回到拉萨 就是要找到当年送炸弹的证人刺望 却不料被路过的帕甲发现了行踪 扎西的阻止多谋 让土灯一伙很头疼 然而整个拉萨城都翻遍了 却连扎西的矛都没找到 此时的扎西得知叛乱一伙 正在密谋下一步计划 便立即写信让白马通知解放军 这将是非常重要的情报 土灯抓不到扎西就准备杀掉白马 达娃央宗以亲马匪一口的代价 提前得知了消息 他再一次通知梅朵 梅朵是康萨达伦的女儿 所以这些人不敢轻举妄动 刚珠不敢怠慢 告知白马被围困的消息 扎西准备去一探究竟 正好与刺望不弃而遇 他与央宗联合将他擒拿归案 这下总算是抓到证人了 扎西并不知道央宗 就是次德级的女儿兰泽 而央宗却知道扎西就是他爸了 妇女二人相见却不能相遇 央宗再也控制不住埋藏多年的情感 贡布已经摸到了扎西的住处 扎西毫不畏惧 用钱财拉拢他为己所用 护送自己去见康萨 扎西身旦力薄 他必须寻求康萨的帮助 此时阿绝正准备带人去解放军那里闹事 我一定要做一只不畏强权的雪山狮子 雪山上的狮子就算了 田野里的土狗更符合他的气质 请愿代表已经准备就绪 唯独缺少阿绝 土灯决定亲自去探探虚实 此时次旺也说出了当年害死次德级的秘密 让阿绝看清了帕甲的真面目 阿家大人 亲手交给我的 他怎么说的 他说 让我保管好那个盒子 然后 告诉我一定 亲手交给您 李河被送到中原的吊楼里 阿玛拉毫不止情 打开了盒子 炸弹爆炸 炸死了阿玛拉 这是真的吗 阿绝 你给我坐下 现在矛头全部转向了土灯 为了自证清白 只有抓住帕甲才能水落石出 帕甲深知赐望被抓 自己当年炸死次德级的事情 就会彻底败露 不但扎西和阿绝不会放过自己 就是土灯和康萨也不会放过他 他在拉萨以无立足之地 只可惜又一次让他跑了 注意看 这个奴仆只是踩到了女人的影子 便遭到了侮辱和谩骂 女人甚至还把身体不适的原因 都怪罪在她的头上 穷达就要跟外甥结婚了 扎西早就知道了她的秘密 为了不打草惊蛇 只好暂时同意了 而穷达至今还在跟土灯藕断四连 却被强八看得一清二楚 强八想告诉扎西真相 奈何自己既没有舌头也不会写字 穷达想方设法把强八赶出德勒夫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秘密 扎西只能把强八送走 这也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 强八回到了乡下的庄园 他也想学文化练写字 这样就可以表达出憋在心里的秘密了 拉萨这边 中央代表张金武冒着生命危险 两次只身前往骚乱分子密布的布达拉宫 要求达赖喇嘛命令地方政府 立即采取措施制止骚乱取缔委人民会议 不久之后达赖喇嘛迫于中央代表的严正立场 宣布伪人民会议非法 撤销鲁康瓦等人的职务 逮捕了50多名制造骚乱的伪人民会议骨干分子 土灯庆幸自己躲在暗处 不然定会受到牵连 而扎西自始至终都是解放军的好朋友 因此也获得了跟随达赖喇嘛去北京的机会 这是多么光荣的事 而大孝子阿绝也想去北京 却被扎西直接拒绝 他倒是对正直的白马很认可 时间来到六年后 白马真的很争气 不仅去了北京 还见到了敬爱的总理 扎西珍为他感到骄傲 他给每个人都带了礼物 当然少不了梅朵小姐 当他穿上旗袍出来的那一刻 简直太美了 真漂亮 太漂亮了 那朵小姐穿着太和身了 白马少爷早就记下了小姐的尺寸 偷偷的 爱母 刚住 快 赶紧准备饭 我们好好地喝上一杯 弄死了 经过多年的相处 白马渐渐地爱上了 这个曾经不喜欢的姑娘 梅朵多次帮助德勒府化解危机 把扎西和白马当作了一家人 几年来他一直在交解放军学习藏语 为促进汉藏关系做出了很大贡献 而他多年未嫁 就是在等心爱的白马哥 叶大夫是一个多好的人啊 他来到西藏以后 治好了康萨的肺炎 又切掉了穷达的栏尾 在拉萨街头免费为穷苦百姓治病 可就是这样一个善良的人 却被怕假无情地杀害了 故事还要从头说起 多年过去了 一些反动派仍然贼心不死 他们空头枪支弹药和特种兵 准备再次挑起事端 土灯为了试验枪支的性能 不惜用活人当起了靶子 他的背后是丑国的洋鬼子 他们在斯密达战场被打败 忌惮我军的威力 现在又躲在暗处鼓动人们闹事 1952年到1959年之间 高原各地的骚乱就一直没有停息过 1957年以后 达赖喇嘛私下接见叛乱分子 承认和纵容反动组织 西藏又发生了局部的叛乱 每天都有烧杀抢掠的不幸事件发生 土灯一伙更是猖狂至极 在背后煽动藏族人大罢工 怕假这种人当然不会缺席这种场合 他非常想凑凑热闹 但是土灯打心眼里看不上这个小人 怕假从拉萨离开后一直心有不甘 在雪鱼高原出人头地是他毕生的梦想 于是他联合共夺 杀害了市政衙门的副官平措 抢夺钱财准备自立门户 为了安抚帕家 土灯又开始施行阴谋诡计 他将解放军运输队要去日喀泽的消息 故意透露给怕假 运输队的粮草和枪支弹药正是怕假需要的 而土灯则可以借刀杀人 陈主任和叶大夫自从来到西藏后 忙于工作已经八年没回成都老家了 他们十分想念女儿音音 今天军区批准他们夫妻回家探亲 两个人高兴极了 但谁都没想到 今天一别今生便再也无法相见 怕假发现那帧居住的寺庙 是一个极好的伏击地点 他们迅速地占领了这里 怕假还不忘埋态一下昔日的情人 就在这时叶大夫经过了这里 他不知道周围全是怕假的人 当他发现危险时 为时已晚 这群土匪已多欺少 没有留下一个活口 该死的怕假简直是天理难容 善良的叶大夫被怕假残忍地杀害 大家都为他的死感到不公 扎西深感迷惑 解放军的护卫队怎么会突然遇袭呢 究竟是谁泄露了情报 这背后的一切强疤最清楚 梅朵已经教会了他写字 现在强疤开始为大家揭开谜底 他先是跟钢珠请假去找一个人 没错他要向梅朵传递一个重要的信息 几天前 叶大夫给穷达看病 无意间说出了 要去日喀泽给战士们做体检的消息 穷达知晓后传递给土灯 土灯又告诉了怕假 这才导致叶大夫被害 对自己的救命恩人下手 也就穷达干得出来 真的是人心难测 这个穿黄衣服的傻子真是四六不懂 手牵着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就回到了德勒府 一群人早已恭候多时 扎西早就看透了穷达的真面目 奈何这个傻儿子根本离不开他 邓格勒 打牌故意把你输了 阿绝打牌把你给赢了回来 造成了赢钱赢人的假象 给你进德勒府铺平了道路 我说的没错吧 阿绝 这个等你说 我可不知道 我像小羊小狗似的被堵来不去的 怎么也是我的罪啊 你别着急 你别着急 巴勒 这事我知道 是这样的 坐下 坐下 我告诉你阿绝 所有这一切的背后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穷达一直在为境外的 加勒顿珠和夏格巴搜集情报 穷达 你敢说 你跟嘎伦堡的幸福事业会没有任何关系吗 扎西很清楚 穷达不会轻易承认这些事情 今天只是给他一个警告 西藏幸福事业会 是达赖喇嘛的二哥加勒顿珠等分裂分子 在丑国中央情报局的资助下 与1954年在印度嘎伦堡 建立了一个叫嚣西藏独立的反动组织 从强巴写出的情况和穷达在境外的背景判断 他一定属于这个组织 眼看自己即将暴露 穷达只能是36G走位上 他先是鼓动傻子跟自己私奔 然后找来一伙假扮的解放军 制造出自己被劫走的假象 这样就可以金蝉脱俏 远离对自己有危险的德勒夫 此时傻子都快急疯了 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说的就是他 土灯借机煽风点火 让他对解放军更加的仇恨 他已被土灯牢牢地掌控在手心里 现在帕甲已经成了过街老鼠 不除掉他大家都有危险 他得罪的人也太多了 土灯有意让阿爵替自己出头去消灭帕甲 但是除掉他却并不容易 他手下也有几百人 如果硬拼恐怕会两败俱伤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时 央宗站了出来 他在心中已经有了计划 漂亮的女孩为了给阿妈报仇 不惜现身肮脏的马匪 他一介女流之辈力量小 只有借助马匪的力量才能达到目的 这是唯一的办法 隐忍多年他终于找到了机会 但是帕甲与土匪同流 合无实力不容小觑 央宗究竟是如何把他弄死的呢 原来帕甲也早就想杀掉央宗 怎奈他是马匪的女人不敢下手 现在央宗给他来了一招隐蛇出洞 他故意来到帕甲的老窝 吸引他的注意后 洋装逃跑 让帕甲一步步进入提前设好的埋伏里 帕甲还以为抓到央宗正十分得意 没想到突然出现大批军队 只能是仓皇逃窜 此时傻男人也终于硬气一回 一枪打爆了帕甲的狗腿 他是杀我老爹的仇人 他也是杀我阿曼兰的仇人 你别跟我抢 我再不杀他这辈子又没机会了 你是活缝缝的杀人 我不管 怕甲能活到今天 已经是老天对他最大的人词了 如今这一幕真是大快人心 火烧老爹和炸死阿妈的大仇已报 央宗拿出了一直陪在身边的洋娃娃 这是刺德吉留给他唯一的念想 他终于可以酣畅淋漓地哭一场 来告慰亲人的在天之灵 我刚把老爹报了仇 还为我阿曼兰报了仇 小姐 我猜到了 德勒夫的大太太 是你的阿曼 但是现在他还不能离开马匪 当今局势很乱 扎西和白马站在解放军一边 傻弟弟阿爵又站在卫教军一边 央宗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自相残杀 关键时刻也许能帮帮他们 要说最得意的还是土灯 除掉帕甲他很高兴 但是掌控了阿爵 让他更加得意 拉萨越来越乱 白马和梅多已经不能正常上班了 而奈针也已无家可归 扎西让他暂时住在德勒府避避风头 此时央宗和阿爵消灭帕甲的消息传来 扎西和白马都很担心他们的安危 1959年春葬礼土著新年前 达赖喇嘛主动向来布达拉宫 参加去鬼节仪式的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提出 想去军区礼堂观看文工团新排练的节目 消息传出西藏地方政府和叛乱分子 借此造谣获众说汉人要谋害达赖喇嘛 他们煽动不明真相的民众闹事 阻止达赖去军区观看演出 此时傻子正在郊外和马匪准备下一步计划 企图与骚乱分子里应外合 真是傻到家了 白马不顾自身安危去找他 却意外遇到了秧宗 你当年为什么不辞而别 一条枪一匹马 逍遥自在游走天下 康巴人向来如此 自从当年逃婚一别 这是第一次相见 两人究竟会擦除怎样的火花吗 这个曾经侮辱秧宗的马匪得到了他应有的报应 而扎西和白马也知道了秧宗的身份 这些年他吃了太多的苦 现在终于回归到德勒府的大家庭 上集说到白马在河边找到秧宗 非常想知道当年他为何不辞而别 但是秧宗并没有说出实情 自从被马匪玷污后 他已无法面对这个同父异母的哥哥 当年啊 是看你长得帅 是藏兵的连长 家里是贵族 我耍你玩玩 明白吗 一番话直说白马的痛楚 他只好兴兴离开 供不向来与德勒府不共戴天 如今白马又来纠缠自己的女人 他怒火中烧当即就要杀了白马 还好秧宗及时出现 为了挽救白马他惨遭毒打 但是泼辣的性格让他并无大碍 你不能对我说就这样 放开他 此时土灯正在给叛乱分子 佩戴所谓的胡申府 希望他们闹得越大越好 嘎夏里的官员 也在商讨退往阿三家的细节 谁留守拉萨就成了大问题 这一群贪生怕死之被互相推脱 关键时刻都要保命 康萨见识不妙更是直接开溜 土灯则胸有成竹 因为他已经禁封阿爵为土匪总司令 让他留守最合适 因为他不仅做事鲁莽智商还特别低 你说气人不气人 你看他美得都不行了 完全看不出自己是个傻子 解放军的陈部长已经来到拉萨摸查情况 他想到扎西的危险处境 准备把他接出拉萨城 却被扎西婉拒 他要等着两个儿子平安归来 白马迟迟未归及坏了众人 扎西想到唯一的办法就是求助阿爵 因为他现在好歹是个总司令 奈真自告奋勇去寻找阿爵 他一个尼姑应该不会受到关注 他没见到阿爵却打听到土灯已经出走的消息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 偏偏遇到了一伙土匪 老爷小心 让真 追 追 我一辈子作孽 现在 我终于解脱了 奈真替扎西挡了一枪 之前他在德勒府做了不少坏事 此时他终于解脱了 1959年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反动上层集团 叛逃三天之后 叛乱武装发动了蓄谋已久的 以拉萨为中心的武装叛乱 解放军被迫进行反击 趁着战乱之际 央宗找到白马仕途解救他 却遭到共部的追击 千军一发之际 扎西和解放军神兵天将 而我军的神枪手也解决了侮辱央宗的共部 这一刻真解气 梅斗小姐善解人你 是个好姑娘 老爷爷 老爷爷 他爸 你 你这是干什么 趁着同样的云彩 唱颂同样的浪天 当年的乐府 要个小姐叫兰子 天涵不严 何必等待 就是她 啊 千年一梦 今生你已到来 好扎西的烟烟 好扎西的烟烟 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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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怎不 心中秘密 安教 相识轻宿 好扎西德雷袖 好扎西德雷袖 你这是安教 兰泽究竟受了多少委屈 我们不得而知 命运让一个拉萨贵族家的小姐 变成了行走江湖的康巴女人 今天埋藏多年的秘密终于被解开 别走啊 德勒府才是你的家 不愿执殿 坐进来货府 宁悟道义上 究竟一世 终于去了佛的天国 可我呢 我去哪儿 你终于攻得远牌了 不愿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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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 翻过喜马拉雅山的那一边是什么地方 啊 何处 还有我的家园呢 土灯即将离开这血域圣地 在他的授意下 大量的藏兵把寺庙洗劫一空 并放火烧掉这千年古叉 年迈的活佛哪里都不去 他要与寺庙共存亡 土灯最后亲吻高原上的土地 这是他最喜爱的家园 从此以后他将永别这充满信仰的高原 此时世界上最悚的总指挥 被吓得都站不住了 但仍然在负于顽抗 然而在强大的心理攻势下 他又流下了不值钱的眼泪 最终一面白旗让神圣的布达拉宫免遭战火 误入歧途的阿爵打扮成葬兵的模样 企图蒙混过关 却逃不过解放军的火眼金睛 扎西对他的评价真是一针见血 在昔日的马尼堆上 农奴们把自己的卖身器 和老爷们的地器 都扔到火堆里 望着满天飞舞的指挥 扎西突然想起多吉林活佛的际雨 那些压在农奴心头上的石头 像祥云一样飞起来了 此时就是扎西顿珠一声等待的那一刻 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 血欲众生等待千年 祈祷千年的心愿在这一刻再现人间 强霸给人干了半辈子活 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土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